左宗唐传 著者 贝尔斯 译者 王继青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贝尔斯先生出生于1897年 那时中国的亲王朝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他的这部著作于1937年出版于上海 那时他整整40岁 应该目睹了中国人如何开始全面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他的著作在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代出版 向世人展示一位中国杰出军人的奋斗经历 卓仲描述了他如何领导一支钢铁般的军队 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复新疆 想必对于提高中国人的抗战斗志会有很大的鼓舞 然而战争年代的中国人也许没有更多的时间关注这样一个文化现象 而在八年抗战和四年的解放战争结束之后 由于种种原因 我们直到今天也未曾看到此书的中文一本出版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同样遗憾的是 除了在本书前言中作者所作的自我介绍以外 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 竟然也无法得知这位美国军人和学者的其他生平事迹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对于西方人而言总是显得神秘而深奥 但是西方的学者一旦把探究的目光深入到这个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领域 就会有一些令中国人颇为诧异的发现 他们的讲述和评论 立刻就有了东西方文化比照的趣味 令我们觉得固执堆里吹进了一股清风 换取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历史和历史人物 对我们的思维无疑是很好的启迪 贝尔斯先生作为一名来自西方的中文学者 同样给了我们如此的惊喜 他的这部著作使我在翻译过程中感到了新发现带来的兴奋 相信读者会有同胆 贝尔斯先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上尉 也是在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声名卓著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朋友 他的著作时刻在提醒我们 他是一位关心中国的美国军官 他能从左宗唐年普及流水仗义般的技术中 总结出这位清代将军的军事裁弹和战略战术特点 甚至对他的每一次作战加以精彩的评点 而且据此绘制出大致准确的作战示意图 这实在令人钦佩 尤其会使未曾涉足军事领域的平民大为惊叹 他的这种评论 在有关左宗唐的所有中文研究资料中 是极难见到的 贝尔斯先生在此书中大量引用了外国人 研究左宗唐 曾国藩 湘君 太平天国 清朝末期 以及中国大西北的著作 给关注这些焦点的人提供了新鲜而异样的角度 其中有关外国人与左宗唐接触的生动描述 不仅有助于说明 这位中国巨人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 而且可读性极强 显得尤为珍贵 本书中引用的左宗唐 及其他有关人物的奏稿与书信 贝尔斯先生做了比较随意的翻译 显然没有语言文一一对应 但意思语言文非常贴近 若按照他的译文翻译为中文 也不是为一种可取的办法 但我认为 既然引文本是中文 而本书的主要读者 又是中国人 如果将引文直接还原 也许更有利于阅读和研究 因此我比照引文的段落 将奏稿与书信的对应部分 直接录入 而没有严格遵守贝尔斯先生的翻译 却完全对得上 他所引用的原著 我在翻译中如此处理摘子奏稿与书信的引文时 左宗棠的原著一律取材于月禄书社 1996年7月出版的 左宗棠全集 其余少量奏稿与书信 也分别取材于国内的各种中文出版物 正文中不再一一标明出处 而贝尔斯先生所标明的出处也未溢出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 作者 前言中有关 向中文专有名词 人名与地名 如何翻译为英文的说明 由于对中文读者已无意义 故没有溢出 译者对原著各章节的标题略有改动 以便读者更容易把握各章与各节的主题 译者水平所限 错额之处在所难免 肯忘读者不吝赐教 以笔重印或再版式改正 在此先知谢臣 王继青 2011年1月 献给我的妻子 贝尔斯 前言 左宗棠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 他出身贫寒 在逆境中自学成才 经历了许多磨难 人过中年才踏上仕途 靠着自己的才干 登上了清朝政府中 汉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位 他未曾接受职业军人的教育 和早期训练 但他成为他那一代中国人中首屈一指的军人 他不仅在他的祖国打造的所有最伟大的斗士中赢得了显著的地位 而且还成就了一个大政治家的伟业 他在遭到战争破坏的广袤土地上致力于安抚和重建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左宗棠跟外国人交往不多 他工作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观察家的视线 他在大清帝国的西征中创下的丰功伟业 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只是偶然被人提及 有人说他排外 这个字眼对于十九世纪末叶 侨居中国的外国人而言 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 这种评价没有成为促使人们对其生平产生兴趣的显著动力 左宗棠去世后的大约二十五年间 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大清帝国的衰亡 这个趋势进一步掩盖了左宗棠为了挽救帝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旧政权受终正秦以后的社会进程自然会聚焦于当代的事件 淡化了那些为明显已经失败的事业而贡献力量的名人们所做的努力 于是左宗棠很少受到关注 激进被人遗忘 在当时的环境下 左宗棠的生活与奋斗被中国人搁置到一边 他于1885年去世之后的若干年内 整个帝国都在缅怀他 歌颂他的功绩 但是随着就政权的消亡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高涨的革命热情形成一股大潮 把矛头指向上一代的伟人 因为他们服务于异族人的王朝 推翻了清朝统治的那场起义 在某种程度上被汉人视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 成功推翻了清朝统治的这一代人 很难指望他们赞赏那些把源流运动打败的人们所做的薰宴 而尽管本世纪的这场革命无疑在某些方面 只跟于太平天国运动 但两者的理念相去甚远 太平天国的目标是推翻一个朝代 而不是推翻一种体制 由于时间的冷却效应 亲爱可以看出一种趋势 中国人在用比较冷静的眼光 考察上个世纪的领袖人物 对于左宗棠 曾国藩 其其同代人的生平和奋斗的兴趣 正在逐步升温 左宗棠是一位儒家学者 毕生致力于增进对儒学的理解 并贴近儒家的生活方式 他无私奉献的对象 是忠君爱国的理念 而不是清朝 中国的儒学体系可以追溯到孔子 他渗入中国的灵魂 比任何对应的体系 在任何其他国土上的影响 为时更长并且更为透彻 未来的情况不好断言 但可以大胆断言的是 在过去 任何一个中国人 只要他的生平奋斗 受到儒家学说的鼓舞和指导 他就不会被后人长久的定在耻辱柱上 在偶然查阅 有关中国的西北和新疆南部与中部的文献时 我对左宗棠产生了兴趣 此人在收获季节之间 只会一系列征战 为大清帝国收复了大西北的省份 在下一次进军之前 他按兵不动 留下足够的时间为部队播种和收获粮食 然而 关于左宗棠这种新奇的战法 能够找到的英语文献实在太少 只能在汉语文献中寻找有关西征的较为完备的资料 本书的部分出稿 是提交给北平中文学院的论文 作为学位申请的部分成果 标题为 左宗棠与平回 论文涉及左宗棠在西北的征战 用较小的篇幅 介绍了他早期对太平天国的征战 和当时的大致背景 本书在该论文的基础上 对其早期的征战和生平中的一些阶段 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补充原来的不足 我又增添了一张作为引言 概述十九世纪的中国政府 科举制度 财政体系和军队 又增补了其他章节 介绍初期的太平天国运动 中国的回名 以及阿古博政权 此外 有关评回的部分做了改写 锦衣此书 纪念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左宗棠 本书无论如何 不是作为一份彻底的研究材料 而提交出版的 有关左宗棠的生平 他参与过的事件 以及当时的大致背景 存在大量有效的中文史料 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通读 本书的技术 类似于对左文湘公全集 所收年朴所作的文摘 该文集是由杨淑林 花费大约四年的时间 采用为撰写 年朴 而搜集的资料编辑而成 年朴 共十卷 逐年逐月的记述了左宗棠的生平 从他在1812年出生 直至于1885年逝世 本书的编年史 部分根据大清点使馆编撰的官方 左宗棠传记做了增补 随处揭露参考文献中的其他中文资料 以及外国人著作中的参考资料 本书在创意 构思和取材方面 大大受益于威廉 詹姆斯 黑尔的杰作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黑尔博士在他的著作中 当然只能附带的技术左宗棠的生平 希望本书通过扩展对左宗棠一生的技术 能对这项研究略有增益 关于太平天国时期的内容 我只是把这场伟大的运动 简略地记述到1860年 从1860年到运动结束 我强调了左宗棠扮演的角色 如此处理 自然难免忽略这场运动的各个方面 只能把重点放在局部 而非整体 对于传记作品而言 这似乎是一个先天的缺陷 大多数技术太平天国运动的英文著作 都是讨论某些特定的阶段 和其中的某些特定人物 早期的研究 几乎全部聚焦于 某些外国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他们从1860年以后 融入了一系列事件 这些研究倾向于夸大外国人 在结束这场战争的过程中 所发挥的作用 较劲的研究者开始觉醒 对汉人参与者产生了兴趣 但要就他们在镇压太平军时 所发挥的作用 给出恰当的评价 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这场运动的研究越是深入 这个角色就会越显重要 在这场运动的前期 湖南省政府给予曾国藩相军的援助 哪怕少了一点点 对帝国的事业而言 无疑都是致命的 而在那几年中 左宗棠处在该省政府 中准官员的位置上 成为湖南省政府中 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的影响力 对于支持湘君 是不可缺少的 本书摘役了左宗棠的一些奏稿和书信 且以反映他的性格和脾气 以及他如何把握中国当时的各种情绪 据我所知 这是翻译左宗棠奏稿和书信的首次尝试 译文是比较随意的 但我相信 非常接近原文作者的意思 本书中所有的汉音 都是我本人完成的 其中存在的错额 都有我自己负责 李秀成《关于太平天国的技术》于1865年 由雷先生翻译为《中王自传》 这个一本现在非常罕见 我无法得到一本 本书中有关太平天国初期的文摘 都是我根据汉文本摘役的 中国人名和地名的罗马拼音画 在本书中存在大量的前后不一 就人名而言 我试图采用 如今用于北京方言的拼音 或称国语发音 就地名而言 我一般采用丁格尔编撰的 中国新地图和地名词典中所提供的拼法 大多数地名都标注在正文所附的各种地图上 借此机会 我要感谢中文学院的院长 W B 佩图斯博士 他曾给予我 慷慨而不懈地鼓励 我还要感谢该院图书室和中文教研室给我的宝贵帮助 中文学院的图书室主任F D 舒尔西斯博士为我审读手稿 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意见 美军的约瑟夫 W 史迪威上校对这部作品兴趣盎然 以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 多次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 对他们的帮助 我要特别致谢 唯有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 才能体会到我对中文学院的中国老师王楚明先生的感激之情 他有巨大的个人魅力 坚忍的耐力 对祖国的历史持有深刻的见解 以稀有的热情引导人们理解伟大的中国历史 为了让我通晓为本书打下基础的汉语文献 他付出了不可或缺的耐力 兴趣和鼓励 本书获得的任何赞赏 都要归功于王先生 不过 由于他对英语完全陌生 所以他不对本书存在的大量缺陷负责 本书只是初步的寻宗 探索一位伟大军人和政治家的足迹 他的生命历程 处于中国迅速发生新旧交替的时期 左宗棠的重要性 随着人们对他生平奋斗的认识加深 将会与时俱增 他的个性扎根于旧中国 但他的人生观是新鲜的 他以顽强的搏斗 存活于盛极必衰 匹极太来的法则中 他的成功 虽然从现在看来在地狱和时间上 都有局限性 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或许从另一个周期的有力角度来看 情况会有所不同 左宗棠穷尽一生努力效法的诸葛亮 他所取得的成就 同样受到地狱和时间的限制 然而 他已经成为许多代中国同胞的一个象征 用儒家的标准衡量 只有兢兢业业 脚踏实地取得成就 才是最高的成功 希望这本入门读物能够抛砖引玉 有助于素质更高的读者 更深入地研究丰富的史料 更清晰地阐释这个杰出男人的一生 贝尔斯 美国海军陆战队上位 1937年2月 第一章 十九世纪的中华帝国 一 盛衰两极 十九世纪初业的中国 是一个伟大而繁荣的帝国 到了世纪末 中国进入了衰败的最后阶段 大约在公元前两世纪末叶 从事传述的中国大历史学家司马迁 从本国的历史中 总结出盛极必衰 匹极泰来的规律 早在司马迁的时代 这就是一个反复了多次的过程 另一位中国名人欧阳修 在公元十一世纪从事著述 感叹人类大业的荣衰 往往被称为天意 实际上却是人为 十九世纪的中国 正是进入了这样一个衰落的周期 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 一个王朝解体时总是如此 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 在垂死挣扎 他能苟延残喘地活过那个世纪 真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 主要是由少数伟大人物的英勇努力所创造的 他们当中就有本书的主人公 左宗唐将军 大清王朝 凭借阴谋和武力 于1644年诞生在分裂示威的中国 这是明朝的软弱和失策导致的结果 新的王朝得益于几代精力旺盛 卓有裁弹的统治者的治理 中国再次成为伟大强盛的帝国 在满人乾隆大帝的统治下 达到辉煌的巅峰 乾隆于1736年登基 于1796年训位 不愿比他那位杰出的祖父康熙在位更久 他的儿子嘉庆 从他手里接过皇权 但乾隆实际上 仍然控制着帝国 直到他于1799年去世 乾隆的现世 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辉煌的时代 乾隆开创性的治国之才 奠定了强大的大清帝国 但他的继承者们跟这位伟大的统治者属于不同的类型 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丧失活力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而这个过程如今已经完结 后来的满人继承了皇位 但未能继承乾隆那份特有的精神遗产 以及他非同寻常的坚韧 乾隆去世时 中华帝国拥有最广阔的版图 他包括我们如今在地图上看到的中国所有的区域 其中有满洲蒙古 新疆以及西藏 黑龙江以北 乌苏里江以东有一片地区属于中国 它的面积相当于或大于满洲 新疆向西延伸到巴尔喀什湖 而浩瀚国或费尔干纳承认中国的分封 尼泊尔 缅甸 安南 先罗和高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虽然北京对于西南亚和高丽的事物在当时更多的是名义上的影响 这个强大的帝国大致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形状 它的底边是一条海岸线 从南边的印度支那延伸到北边的厄霍茨克海 它的顶角在中亚的浩瀚 中国是世界上浮原最广 人口最多 财富最丰的帝国 嘉庆皇帝继承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国家 在国内一些遥远的区域存在不安定的因素 甚至在政府从来未能有效控制的土著部落中 也有这样的情况 这些土著部落分布在四川贵州云南和广西等省 但是就一个浮原如此广大 人口如此众多的帝国而言 总体来说 还是一个全面安定的局面 尽管乾隆发动过征战 国库仍然充盈 没有欠下公债 中国人享有很高的物质繁荣 生活水平高于那个时期的所有其他国度 政府机器结构严密 同十九世纪初夜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一样有效的运转 中华帝国在海外享有很高的声望 欧洲人那时对中国的看法跟半个世纪之后完全不同 欧洲通过早期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熟悉了中国文化 这些传教士对中国人取得的成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他们的著作在十八世纪已经流传颇广 因此直到下一个世纪的早期 中国的事物在欧洲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早期的这些著作者训练有素 能够记载并讲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和精神特质 就物质文明而言 欧洲人较之中国人没有明显的优越性 机器时代的迅猛发展 在这个时期 还没有在欧洲与中国的工业效率和军事力量之间拉开很长的距离 随着欧洲与中国在十九世纪日益频繁的接触 两种文明之间的差距才逐渐明显起来 而且 审视中国的这些后来的观察家 与那些学者型的耶稣会会员属于不同的类型 他们是头脑筋运的生意人 把这个国家描绘成一幅不同的图画 不过 公允地说 在1800年 两者军事力量之间的差距并非很大 当时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都不可能成功地发动对华战争 然而 西方国家正在创造性活动中享受极大的刺激 在机械生产线上尤其兴奋 而中国人却满足于他们的现状 结果西方国家在这些对于战争至关重要的领域里 很快就把中国人甩在了身后 随着与西方交往的日益频繁 产生了绝对不利于中国的后果 中华帝国的力量开始急剧衰退 不完全是因为受到西方的影响 同时还有一些综合因素 中国人的夜郎自大使他们不愿承认帝国力量的衰减 是一个不小的原因 嘉庆皇帝不具备他那位著名的父亲应以背享尊容的才干 他是一个软弱的男人 单逆于宫廷的享乐 心胸狭窄 容不下批评言论 花费很多心思去处罚令他不愉快的官员忽略了治理帝国的大业 不久 这个国家之内相距遥远的一些局部地区开始爆发动乱 汉人当中存在大量与清朝统治无法和谐的因素 人口的显著增长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 在乾隆皇帝登基的1736年 中国的人口统计为1亿2500万 1812年的人口统计为3亿6200万 我们对这两个统计数字的精确度无妨置疑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个时期 中国人口增长异常迅猛 上个世纪 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伴随有显著的人口增长 这种趋势得到了供应增长的补偿 但是中国没有 在这个国家里 看不到任何新的生产领域 足以维持增长出来的那一部分人口的生存 人口对于有效生存资料的压力 一直是与国家的安定和秩序 密切相关的头等重要的问题 饥荒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动乱和盗抢随之而起 人口压力 一轮更比一轮猛烈的挑战有效耕地的生产能力 每年粮食收成的变化 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导致极度的匮乏 甚至饥荒 这种情况在许多地区引发了大规模的盗抢和违法乱计 这必然不利于那些大型水利设施的运行 而这些设施的功能实际上覆盖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整个中国 其中一些设施处于帝国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例如黄河的管理机构 其他设施由省级政府控制 还有无数小设施由当地人合作管理 这些设施的设计目标是防洪排涝和大面积灌溉 几千年来 中国制定了十分周密的整体水利计划 目的是让农民尽可能不为降雨量的改变所牵制 为了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转 农民需要和平的环境 而人口所需的粮食供应量 则取决于水利设施能否正常运转 国内和平的维护必须一个强大的政府 如果一系列自然灾害给人民带来饥饿与不幸 中国人一定会归咎于他们的统治者 中国人非常热衷于秘密结社 会党字眼在这里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而且往往跟朝廷作对 乾隆这样的铁腕统治者能够把会党压得不敢冒头 但在嘉庆时期会党在全国纷纷崛起 他们两次试图刺杀皇帝 一次是在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内 由于嘉庆的皇子及时赶到并用鸟枪射杀刺客头子而被挫败 这些企图从肉体上消灭君主的行动 据说是某个秘密会党所为 他们的能量足以收买一些满人皇帝的贴身侍卫 嘉庆在1820年去世 他留在身后的帝国领土完整 但全国都有国力皇威严重削弱的大量征兆 嘉庆的继承者以道光名号治理国家 此人有几分才干 但不足以再现乾隆传下来的统治力量 在上一代皇帝治下 积聚了能量的造反势力 开始在全国各地爆发出来 只要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造反运动 就能看出当时的动荡不安和对当局的漠视 就在道光登基的1820年 广西发生了暴动 这个省份直到现代都是造反的焦点 山西在1822年和1835年发生了暴动 同样的事情于1836年发生于贵州 1826年和1830年发生在云南和台湾 1831年发生于江西 1832年发生于江苏与湖北 1834年在四川 1836年在广东东部和湖南 1832年至1836年 在两广和湖南交界处爆发了非常严重的事件 造反领袖黄袍加深 自称黄龙王 不过 帝国颜面蒙兽的最大打击 是1839年至1842年 与英国的鸦片战争 英国派出一支并不强大的军队 居然多次击败中国人所能召集的武装力量 迫使他们赎回帝国人口最多的城市 封锁了海岸线 切断了大运河 中断了首都北京的粮食水运 强迫中国人签署了历朝大清皇帝从未批准过的条约 如此的屈辱激起了反应 给当时已经大范围开展的农民运动冲住了动力 当到光于1850年驾崩时 造反的风暴席卷帝国 这是中国在大约四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情况 农民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叫做太平天国运动 1851至1864 总的来说 他在中国的学生中享有最大的声望 因为一些欧美国家与之发生过紧密的联系 并且对这个运动的镇压起了不小的作用 云南的杜文秀造反从1855年延续到1873年 使云南的人口大为减少 免军从1853年到1868年四略山东、安徽、河南与直立等省 有时堪称羽翼丰满 西北的回民运动从1861年延续到1877年 深刻影响了陕西、甘肃和新疆以及蒙古相当大的一部分 这一系列运动中 生命与财产的损失 在全世界历史的任何一个25年间 无疑都是无可比拟的 有人估计 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一亿 这个数字或许过于夸大了 不过 就1850年到1875年之间的整个战争时期而言 这个估计似乎并不非常离谱 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朝代 像清朝这样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一系列动乱之后 还能存活下来 除了国内的动乱 中国还进行了第二次遭到破坏的对外战争 从1856年到1860年 这就是中国反抗英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王朝正在各个方面走向崩溃 只有一样东西十分坚挺 那就是他的虚焦 临终前的骄傲 这在不小的程度上归因于两次对外战争导致的麻木不仁的优越感 中国人认为国家之间的平等是不存在的 全世界不可能存在与北京皇位上的天子具有同等尊严的君主 满人不是这种观念的发明者 这个观念和中国一样古老 满人只是将他与帝国一起从明朝夺取过来 满人应付的责任是 他们未能在战场上成功地捍卫这种观念 未能在这场争论中胜出 在与西方人斗争的整个过程中 满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比汉人官员表现得更为坚定 事实上 也有证据表明 几名受到西方国家影响的满人高官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比他们的汉人同僚要清醒得多 特别是在这场斗争的较早阶段 坐在龙椅上面的任何王朝所占的立场 都会与跟西方国家打交道时的满人一样 最终结果的差异 都只能由用于支持这种观点的武力所决定 这个古老的中国理念 从根本上说并没有错误 那么 错在哪里 错在不能够 对他们所能召集的武力做出正确的评估 毕竟 没有任何理由说 四亿人民不能就他们的对外关系制定若干规则 然而 只有占有优势的人 才能成为规则制定者 任何一个政府 被造反势力在人口最稠密 财富最集中的中心地区如此削弱 又被外国武力如此欺误 必然会丧失领土 令人吃惊的是 在我们考察的这个世界内 中国并没有蒙受太大的损失 首先失去的边远疆土是浩瀚 它在1812年停止进贡 根据1858年 1860年和1881年 与俄国签订的条约 中国失去了下一离河谷 中亚伊西库尔附近 以及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 包括海参外港在内的所有领土 尼泊尔和鲜罗在1882年停止进贡 安南在1885年失去 缅甸于1886年割让 高丽和台湾在1894年丢失 中国被迫蹲贸易 传教活动与外国人侨居敞开国门 被迫允许在北京建立外国公使馆 他的海关被外国人掌握 来自各个国家的外国人 在整个帝国都享有制外法权 他在对付多年的造反之后 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秩序 但他经历了一系列屈辱的失败 先败于英国 接着败于英法 然后又先后败于法国和日本 满人仍然留在统治的位置上 是因为欧洲势力的某种支持 以及汉人官员的忠心 到了世纪末 造反风云再次酝酿 十几年后 清王朝彻底完完了天命 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 帝国政府 大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 是一个专制国家 国家的首脑是皇帝 在理论上凌驾于政府各个部门之上 他是最高的法律制定者 法官和执行官 是一切荣誉和职位的源头 在某种意义上 又是教皇 作为天子 他由天父皇权来实行统治 地面上无人可以与他匹敌 从他登基那一天起 人们再也不能称呼他的本名 他选择一个地号 用于标明他在位的年代 于是 地号就有了纪年的意义 例如 西里1835年 对中国人而言是道光十五年 而西里1492年 是大明帝国的红制五年 皇帝死后 被封为圣人 会得到另一个名号 严格按照中国人的理论 皇位的继承 并非是习 皇帝是天子 他的话是天国之音 他会指定最有资格的人继承皇位 这个传位的任命 被看作皇帝在人间的最后使命 在实际操作中 他会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如果没有儿子 就传给血族王子 不过 被指定继位的王子 很少是长子 虽然中国人的传统理论认为 皇帝的统治是天赋的权利 但同一个传统理论 又认为 一个朝代的新王 取决于是否顺应天命 如果一位皇帝未能顺应天命 他就可以被废除 由另外某个人来取代 没有一个家族 永远享有统治中央王国的天赋权利 皇帝在公务处理的过程中 很少扮演动议者的角色 只有明朝的永乐 清朝的康熙和乾隆这样才气横溢 乾刚独断的皇帝属于例外 皇帝的作用 通常是评判各省主管官员的行为 批准或者驳回 通过行使否决权以及官员的任免 来影响事件的进程 这种独裁的功能 是通过周密划分等级的官僚体系 和严密组织的相应机构来运作的 这是其他任何国家 未曾有过的产物 它的运作 受到来自上层的一定约束 主要取决于皇帝的个性 而在下层 它只有很小的实际权力 来压迫百姓 穆尔斯说 共同采取东方模式 统治人民的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 具有民主政治的一些要素 这在社区生活与村庄生活中表现出来 因此 皇帝在理论上 具有绝对的权力 而实际上独裁的范围非常有限 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 划分为若干不私 主要如下 内阁 实际上是皇帝的私人智囊团 内阁成员没有确定的名额 但很少超过五位 由一个六十人的秘书班子担任助理 所有阁员都是在政府其他高位上任职的部长 他们每天早晨四点到六点面见皇帝 大学士 在明朝是最高内阁 但是到了清朝 他成了明义内阁 成员限于六名 四名大学士 两名携办大学士 名额在满人和汉人中平均分配 大学士是授予汉人官员的最高官职 这个职位通常授予特别优秀的总督 和钦差大臣更像一个荣誉头衔 而非实际的权位 六部 政府的主要行政部门 分别如下 吏部 负责全国支县以上所有文官的任命 户部 掌管所有财政收支 包括敬献给皇帝的贡品贡金 以及中央政府控制下的收支 吏部 负责安排皇帝参与的各种典礼 和所有高级国典 兵部 通过总督和巡抚 控制省级军事力量和快递设施 该部对满人军事组织 没有管辖权 刑部 裁判罪案和效率低下 玩忽职守的官员 工部 负责全国公共建筑的修建 但不管大型的水利工程 道路和桥梁 1860年设立了总理衙门 处理外交事务 组织类型不同于六部 它是一个政府高官组成的委员会 这些官员都在政府中另外担任了握有实权的官职 通常若干大学是同时又是该衙门的成员 李帆院处理与蒙古西藏的关系 直到1858年还处理对俄事务 督察院 这是中国政府一个行使极大权力的部门 它由一般高官组成 这些人唯一的职责就是批评别人和提交建议 所有总督都是督察院的边外成员 拥有副都御史的头衔 而各省巡府则是监察御史 御史负责监视各部和首都的其他政府机关 而五十六位监察道员 则奉命监视各省的政府官员 从理论上说 他们享有批评皇帝的特权 并且敢于犯言执鉴 然而 事实上 为数不少的阎官由于大胆批评而掉了脑袋 汉林院 也可称文学院 由全国最杰出的学者组成 负责监督全国的教育 监控和整理朝廷的历史档案 为了行政运作 大清帝国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 划分为18个省级行政区 加上由军政府管理的东北三省 以及蒙古 西藏和新疆的属地 在帝国的不同地区 存在土著部落 特别是在西南省份云南 四川 贵州和广西 采用不同的规则进行管理 省级行政区 划分为府 厅 直立州 县 县级行政区 历属于府或直立州 2-6个县构成一个府 2个以上的府构成一个道 厅和州都是大县 直立州是小府 但不隶属于府 首都所在的省份 直立未设巡府 四川省也是如此 这两个省份设了总督 或称智台 其他省份都设巡府 与直立省接壤的山西 河南 山东三省归一名总督管辖 由不同总督管辖的其他省份 分组如下 江苏 安徽与江西 两江总督辖区 陕西和甘肃 陕甘总督辖区 湖北和湖南 湖广总督辖区 浙江和福建 敏浙总督辖区 广东和广西 梁广总督辖区 云南和贵州 云贵总督辖区 省级行政区最高级别的文官 是总督 他是督察院边外的副都御史 也是兵部的边外成员 拥有兵部尚书的头衔 尽管他主要是一名文官 但他却掌管着 辖区内 除满人驻军以外的所有部队 一个省的巡抚 被视为总督的助手 而非下属 主持该省的日常行政 巡抚之下 依次为部政史和暗查史 部政史管理财政 在某些公务中担任巡抚的助理 暗查史则是省级的法官 有些省份设了延道 主持延税的征收 还有粮道 掌管工粮征集 这四名官员组成省政府的行政会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 有了省级最高军事会议的名义 道台对两个以上的府 拥有行政管辖权 也能指挥本辖区内 储满人部队以外的军事力量 一般而言 他是省级当局与府级官员 之间的沟通环节 府的首脑是知府 他是县级官员与道台之间的沟通渠道 直立州首脑 直立州之州的职能 类似于知府 而一般之州的职能 类似于知县 政府构架中的基层单位 是县 他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市政 司法和财政单位 威廉斯在《中央王国》一书中指出 十八行省中的县级行政区 共有1285个 可以视为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县级行政区数目 县级政府所在地 多数是一座四面围墙的城镇 城镇的名称与县名相同 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被登记在册 这个籍贯是他不愿丧失或放弃的 不论置身帝国或外部世界的哪个地方 他内心的这份感受都会向他召唤 如果他属于绅士阶层 那么这里会有他祖先的祠堂 如果他不是绅士 这里也有他祖先的家业 只要情况允许 他在晚年会回归故土 如果客死他乡 也要把尸骨运回 在他的整个一生中 他都会以他所属的县粉来标识自己 知县这个角色的重要性非同寻常 这个官员身兼多种职能 综合了县长 法官 司法局长 财政局长 沽税官 警长 税务局长 饥荒救济委员会主任 艳师官和公共道德卫士的所有职权 俗称百姓的父母官 知县手下有一大套班子 其中有书记员 征税员 巡捕 听差 狱卒和随从 他可以把各种公务分派给下属去办 但他仍然要对辖区内的每一个政府行为独自负责 知县的俸禄 每年从一百两到三百两银子不等 外加数倍于这个树木的养联营 从知县 直到帝国最高层的所有官员 都由皇帝任命 在清朝统治下 任何官员都不得在他的原籍省份任职 而且除总督之外 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任期都不得超过三年 偶尔会有一位官员在一个职位上连任到三年以上 但这是不合规制的例外 满人不容许官员们在一个地区扎根 或者结成可能威胁皇位的捧绑 于是不断地将官员调任异地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冲击 许多条条框框都被打破 早期的满人一直小心翼翼防范的局面开始形成 官员结成了彭党 于是有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湖南帮 与李鸿章的安徽帮 全国更多的官员 置身于这两个集团 对于这种结党颠覆皇位的恐惧 是毫无理由的 恰巧相反 这两个集团的领袖们 在许多对于清朝而言 最为阴暗的岁月里支撑了皇位 全国的所有官员 都是通过国家考试 选拔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实际上 从嘉庆昭的晚期开始 帝国政府屈服于资金的巨大压力 开始出卖官位 官衔和等级 这种活动的泛滥 导致由来已久的科举制度 生育扫地 违反这种制度 似乎比遵守它更为光荣 毕业生总是大大多于空缺的官位 于是出现了一个候补官员的阶层 他们具有接受任命的资格 但是不得不等到官位出缺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 留恋于各类衙门附近 有些在边外官员的位置上 在正式官员的麾下 担任影响很大的职务 这样一来 省级官员甚至支县们 都能获得一定数额的资助 不少边外官员 后来也能得到正式的任命 左宗棠就是如此 他在湖南巡抚的幕府内 当了几年失业之后 才得到他的第一次任命 中国官员 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在全国 可以称为正式任命的文官 不超过两千人 据估计 每个官位都有五名代岗官员 那么 加上一万名代岗官员 假设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 都得到了与衙门有关的某种非官方职务 那么全国的总人数 也只有一万两千人 对于一个四亿人口的帝国的政府而言 这个数目无疑很小 但是中国官员权力不小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官员 像中国的一千三百名支县一样 手握如此之大的权力 他们的权威几乎无限 但又受到各种限制 身为一名支县 不得不谨小慎微 遵守无微不至的法则 规定和先例 官场上最讲究的是方法 一名支县 很容易遇到滥用职权的大麻烦 根据分析 得到这个罪名 通常是因为技术上的失误 而不是因为超越了法律 在官员的引导下 全国都有最严密最复杂的规则 覆盖了每一个能够想到的政府行为 先例具有很重的分量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至少到十九世纪为止 积累了大量的先例 包罗了各种能够料想的事态 行政体系如此无比痛苦的运作 以至于中央政府的功能 几乎完全陷入消极 中央把动议的功能 几乎完全留给了省级政府 但又不鼓励他们过度发挥这种功能 当这个精密的体系 毫无准备的去应对的事态发生时 中央政府就会想方设法 避免面对这个问题 例如外国人根据中国人 从来未曾考虑过的国际法的理念 向中国政府要求权利和特殊利益时 中国政府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 把帝国的国际关系交到了省级官员的手上 令他们感到悲哀的不是体制的缺陷 而是运作这个体制的官员素质的退化 这个体制适合于像康熙和乾隆那样的一帮雄才大略的人物 把中国打造成同时代最强大的帝国 也适合于一系列软弱无力的统治者 把同一个帝国引向崩溃 盛衰交替的永恒法则 总是挑战液晶设计出来的任何体制 三 踏上试图必经的考试 为了比较公允的评述一个中国政治家或军人的人生历程 不能不对考试制度做一定程度的研究 因为这种考试是进入中国官场的门禁 这种教育体制恰当地展示了中国人在官场内的智慧形态 从最古老的时代起 中国人就崇拜学者 他们很早就认同一个原则 学者是最有资格从政的人才 通过许多代人对于政治的观察和体验 他们决定采用儒家学派阐释的政府理念 把它当作最合适的民族智慧 判断的依据是一个事实 在二十多个世纪内 天才的中国人民补育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和智者 他们发现儒家理念足以有效地应对这个国家 在漫长而丰富多彩的历史中所发生的形式变化 这种理念将荣耀赋予学者 使政府成为学术的最高层面 于是 学者皆曾在社会中崛起 成为中国的贵族 统治阶级 官僚群体 教育走向了高度的系统化 主要的目标就是培训官员 这种教育的核心是孔子的著作和言论 不过孔圣人的原作和原画是经过阐释的 并且经过一定程度的修改 从事这种工作的人 是一些评助家 从生活在公元前372年到319年的孔子最伟大的弟子孟子开始 一直到生活在公元1130年至1200年的朱熹 中国人设计了这种公众竞争的考试体制 从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学生中 选拔最有才干的人送入官场 通过竞争性的文科考试来选拔官员 是中国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 这个办法在汉代或更早的时候就已采用 隋扬帝大约在公元600年确立了这种体制 一直到19世纪末都未曾有过显著的变化 为了在这种考试中胜出 考生必须比竞争者更为精通儒家学说 按照中国人的设计 教育的获得没有窍门 没有捷径 也无便宜可占 学习的过程完全标准化了 在公元1200年以后 儒学的基础课本维持不变 教科书将近700年没有修订 博取公民的考生要在他原级的县城参加第一次考试 主考官室之县 县市对所有人免费开放 如同接下来的各级考试一样 考生参考的次数没有限制 也没有年龄界限 初级考试合格的人 就有了到府城参加下一轮淘汰赛的资格 该省的学政每两年一次轮流到所辖的各个府城 未在本县通过了初级考试的考生主持考试 这是市图上真正的第一道关口 那些以高分通过考试的人 进入知府批准的录取名单 会被授予秀菜的学位或称号 在类比的基础上可以翻译为文学士 这个学位并不代表做官的资格 但赋予当事者以社会地位和免受体罚的权利 以及在省级考试中竞争更高学位的资格 省级考试 乡市在所有省份的省会同时举行 由北京任命的特殊考官主持 乡市每三年举行一次 皇帝也可以照令举办特科 以纪念一些喜庆日 如皇子出生 特别是君主的诞辰 大姐等等 这种考试竞争激烈 因为一个省的毕业生人数 限于70到80名 而在人口稠密的省份内 参考者往往多达8000人 胜出者被授予举人头衔 可以理解为拔高的人 通常翻译为文学硕士 这是求官的学者得到的第一个关键的认可 使他有资格得到官职 不过 第二学位的毕业生实际上很少被位以官职 要真正的逼近官位 还必须获得第三学位 这种考试叫做会试 每三年一次于春季在北京举行 紧接在乡试之后 所有获得了第二学位的人 都有资格参加竞争 但授予学位的名额限于350到400名 他们称为近试 可以理解为踏入仕途的学者 也可以翻译为博士 稍后会要求博士们参加另一次考试 名为电视 通过了这项测试的博士 就能成为汉林院的成员 他们的名字 立刻登上了政府的俸禄策 汉林分为几个等级 都要通过考试获得 博士们进入了候选官员的名单 一般会在适当的时候 被任命到某个职位上 有资格获得任命的毕业生 总是远远多于已经空出的官位 最后的竞争是激烈的 而且会有很多人失忆 在帝国的衰落期 特别是在面对造反的苦难岁月 学位与官位的出售 严重防害了科举体制的运转 威廉斯说 一个学士学位 当时在广东能用8000美元买到 由于这种学位 不能使持有者具备做官的资格 那么它的价值就着落在给持有者 带来的荣耀和社会地位上 威廉斯还说 某个广东人在1831年捐出五万美金 在城市附近修低 为此得到了硕士学位 许多年后 另一个广东人为左宗堂收复新疆 捐出了十万两银子 约合七万五千美金 得到了一个研发史的级别和官闲 有时候 学位和官闲能以比上述金额便宜的多的价钱买到 但这两个例子说明了中国人对于官闲的一般价值观 主要因为官闲本身是学术的象征 不过 卖官欲畏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来指责科举制度不够健全 统治中国的最后五个王朝 几乎原封不动的将科举制度用作官僚政治的基础 而以此为基础的官僚政治把这个国家治理了大约一千三百年之久 这就非常明显的证明了这种理念是健全的 尽管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者 起初都会无一例外的趋向于疏远学者官僚阶级 但他很快就会明白 这个阶级对于王朝的延续是最安全的保障 于是学者们重新受到宠爱 科举制度也重新受到重视 儒家学说的基础是中军 虽然中国的历史充满了造反 但是官僚群体从来没有参与造反的嫌疑 也有不少著作谈到中国的所谓造反权 这在本质上跟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没什么不同 造反权只有在反叛成功后才会得到承认 成功会把全世界的造反送上圣坛 而失败会使他沦为叛逆 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一样 中国的体制不会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容许全民投票公爵 他们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投出抗议票 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暴力是合理的 事实上 纯粹的儒学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将暴力合理化 儒学承认上天也可能偶然从一个统治者身上收回天命 但没有提供确定继位者的方法 只有当某个对儒家学说一无所知的武士用武力提出对皇位的诉求时 上天的意志才会在中国表现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 上天只有在军事力量处于低潮时才会通过收回天命来表现他的意志 而又每每将天命赋予一个成功的军人 文人贵族极端蔑视武夫 然而 如果某位武士能使他的刀剑说出天意 他们就会愿意与之结盟 并且马上着手阉割王朝赖以建立的势力 强大的军力与繁荣之间似乎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在官僚至上和国家衰落之间也是如此 四 奇异的财政金融体系 中国最奇异的东西莫过于货币体系 如果说西方人现在很难看懂它 那么在百年以前就会更是一头雾水 但是说句公道话 那些令外国人为财政事务抓狂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人却并非如此怪异 因为他们彻底习惯了这个体系 事实上 他们一点也不掩饰对这个体系的喜爱 在其中找到了猜谜所特有的那种吸引力 税务和政府经费开支的体制 比货币体系更为奇特 中国人也完全适应了这种体制 也许能够理解它 但显然并不喜欢它 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十九世纪 它严重的妨碍了为了镇压造反所必须的武力动员 更不利于部队的武器配置和其他装备 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运动的整个持久战中 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金钱 战场上的将军们自始至终为了前而奋起反对这种体制 为了更清楚的说明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 这里要求这个体制如何为中华帝国提供财政支持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直到将近十九世纪末叶 除了若干无关紧要的例外 中国从来没有除了铜币以外的官方金属硬币 只要涉及到硬币中国都是以铜为基准 这种硬币在外国人当中一般被称为铜现金 它的理论价值是从遥远的过去继承下来的等于千分之一两银子 它是老百姓的货币在普通百姓当中进行的交易都是使用铜现金 较大的额值叫做串钱 一串钱为一千个铜板 少了若干铜板的串钱会引起麻烦 这种现金的实际交易价值是不稳定的 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有变化 对于政府和国内的所有大商号而言 流通的不是铜板 而是银子的重量量 外国人称之为特尔 可是全国没有通行的度量标准 国内的许多商业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准量 在许多地方存在一打以上的标准 不仅银的重量有益 而且银子的成色也有不同 有几种银流通较广 如库平银用于折算贡物 1860年以后的海关银是近海海关的标准以及户银 这些银的价值如下 100海关银等于101.642库平银等于103.38槽平银等于111.40户银 银与外国通货的比值取决于银价 按照粗约计算 海关两略等于0.70美元 在我们考察的这个时期 中国政府没有发行过任何纸币 只在咸丰制下 1851至1861有过少量发行 政府没有致力于将帝国使用的银子的重量和成色标准化 银子流通的一般形态是银条或银定 重量为10到50盎司 在所有交易中 银子都要经过称重 分解为当地通行的两 或按合同规定几两 政府和大商号都有两套称 一套为支出而设 另一套为收入而设 他们支出的重量比收入略高 财政来源如下 土地税 国内关税 和对外关税 延税 离金 以及其他 在这种税收中 土地税是19世纪初夜帝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 大约为国库提供三分之二的现金收入 康熙皇帝在1713年做了核定 赵令将当年的付税作为永远不变的税率 不过 这个税率实际上比康熙的标准高出几倍 因为有一个设计的非常巧妙的体系 纳入了附加费和征税成本 以及对两与同现金之间交换率的任意设定 无视通行的交换率 基本核定额仍然是1713年的标准 但实际缴纳的数额是核定税率的三到四倍 根据不肯权威的推算 流入国库的税金符合1713年的核定税率 核定的征税额在各省之间似乎是随意分配的 因为最贫困的农业省份之一 山西在纳税名单上居然排名第一 而特别富裕的省份广东却排名第十 据莫尔斯报告 流入国库的土地税总额为2588.7万两 他估计纳税人缴纳的税额 是这个数字的4倍 贡物是对全国生产品 征收的一个税种 主要项目为粮食 其他项目有铜 木材 纳 水果 人参和瓷器 如此征集的税额很难确定 莫尔斯的估计为742万两 关税 中国对外贸进出口征税 也对国内从一个口岸运往另一口岸的土产征税 在边境和一些较大的城市还设了路关 特别是北京 所有进入京城的货物都要交税 1841年以前 所有海运外贸都限定在广州口岸 主要的路关设在恰克图 俄国贸易从这里通过 根据1842年与英国的条约 另外开放了四个外贸口岸 这个数字在该世纪根据若干条约而增多 在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大混乱的时期 一些口岸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中国政府征收海关税 后来为了满足英法两国在1860年提出的赔款要求 这种体制导致了中国沿海海关的建立 沿海海关由外国人管理 为中国政府服务 但并不完全服从中国的司法 在条约规定的口岸征收所有的进出口关税 于是就有了内关和外关的区分 内关再非条约口岸与内核关口征税 外关在条约规定的口岸征税 沿海海关逐步成为财政的主要来源 但在它组建之前 官税对帝国财政所做的贡献不大 沿税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税种 这是一个容易滥用的税种 官员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的情况 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沿的资源包括海滨的海沿 内地沿水湖沼的湖沿 以及云南和四川沿井的井沿 莫尔斯说 沿税财政的最大黑幕 源于征收过程中官方因素与商业因素的混杂 在任何地方 沿都处于最严密的政府控制之下 在生产 批量采购 运输 批销和零售的各个环节都要征税 离经是1853年长江流域开始创立的税种 目的是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 筹集军费 到了1861年 开始在帝国军队控制的每一个省份 强制推行 起初只是针对省纪贸易 抽取千分之一的税金 这个税率逐步任意提升 在不同省份差异颇大 而在同一省份之内 有时差不多成了针对地区之间贸易的税收 湖南省坚持了最初的原则 缴纳过一次离经的货物 在本省就不用再交离经 其他省份的离卡多如牛毛 以至于制约了贸易的发展 其他税种的滥征很少超过离经 其他税种中 不具有地方差异的共通性主要税种 有芦苇税 茶叶许可费 采矿使用费 注册费 典当 和其他商业许可费 中华帝国的财政收入和支出 是一笔糊涂账 在征集 分配 和审计的整套系统中 皇帝 户部和政府中的任何官员 似乎都不清楚 纳税人缴纳的税额 与流入政府的税额 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税收不是交到国库 然后再从国库 分配到各个政府机关 相反 通常是征税机构 对政府机关进行分发 除了延税 供粮和关税以外 所有税收都是由支县征集 由他们将盈于上缴省级盈库 在一般情况下 各年的财政收入相差不大 北京会知道 可以任意支配的额度 在晚秋时节 下一年度的支出预算制定出来 往往是对省级政府 沿道和粮道发出指令 将一定数额的资金 拨给指定的政府机关 作为某种用途的开销 资金根本就不通过盈库 只是对指定的机关进行划拨 一些较穷的省份 根本就不输出财政收入 还要从比较富裕的省份 接受资助 资金的转移免不了费用 换算 折扣和损耗 莫尔斯所举的一个事例 很能说明问题 讲述左宗唐将军在甘肃 如何获得作战的经费 他说 这是一件日常发生的事情 在江苏征集到的财政收入 作为写想化 拨给甘肃 税票上显示的是库平两 而支付的是本地两 接着要转换为曹平两 以划拨到上海 在那里又转换为户两 再次转换为糟平两 以划拨到甘肃 假设是汇票划拨 到了甘肃 又以本地两接收 然后转换成库平两 来跟江苏结算 再转回本地两 以便存在银号 再转换为库平两 与国库结算 还得再换算为本地两 或现金 以便分发支出 这不是一段滑稽文字 而是计时的描述 我们看到一系列 多达九次的换算交易 每次交易都会产生 至少相当于营业额的 千分之二点五的盈利 这还没有计算 从一地到另一地 实际转账的交换率 也没有涉及压榨纳税人的问题 何况 过去总是采用 和现在仍然经常采用的 资金划拨方式 是把实实在在的银子 从江苏运送到甘肃 这并没有将上述的换算运作减少一步 还因为旅途运输和护卫的费用 而大大增加了成本 那是真正漫长的旅行 必须用月份 而不是用日子来计算 为了说明帝国的财政收支 研究者帕克 开列了一份表格 给出了十九世纪 最后十年每年的大约数额 根据上表 支出超过了收入 然而 在1850年以后的任何一年中 实际情况 如果不比这份表格反映出来的更糟 帝国政府就会欢天喜地了 帕克说 这些数字 是在过去二十年内 总督们小心翼翼给皇帝提供的估算 这些统计明显是有缺陷的 因为就其中每一项的数字而言 很少能够在本年度获得 由于这些统计数字的粗略性 我们可以相信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 1839至1842 之前的任何一个年度 总计数字都只能代表 对帝国财政收支的不严格的估算 或者仅仅是中央当局记载的数字 这表明 上表给出的财政收入 远远赶不上纳税人缴纳的数额 还是引用帕克先生的话来说吧 尽管帝国政府已经腐化 尽管百姓能够容忍被政府敲诈勒索掉三倍余财政收入的税收 但和西欧各国每人三磅的人头税相比 他们从来没有缴纳过每人三先令的税收 包括地方收费在内 总体而言 清政府对汉人盘剥较轻 大多数文官都是汉人 凡是没有暴力动乱的地方 纳税都会照常进行 汉人群众很少意识到他们当中有满人 考虑到帝国的面积 人口和财富 皇家宫殿的花费和其他皇室相比 是适度的 秀连25万的满洲奇人家庭的经济负担 也只是支撑了他们的闲散安逸 却并不奢侈 但这笔浪费 还要令汉人愤懑不平 不过 中央政府在各方面运作的积极强大的功能 随着乾隆的逝世而停止了 从那以后 除了对黄河水利工程的几次拨款以外 中央政府放弃了大部分类似的功能 帝国成为一组半自治的省份 每个省份主要维持本身的生存 省内的每个地区也是如此 于是 政治凝聚力几乎全部丧失 国内的压力驱散了王朝剩余的力量 国外的压力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这个曾给中国带来一百五十多年宏伟气象的王朝 在剩下的一百年里 把这个国家引向了极度的虚弱与涣散 满人走到了天命任期的尽头 不是因为受到高压 而是因为 人间万事都要经历的最普遍的过程 衰老 五 帝国军队 当太平天国崛起时 在中华帝国通行的军事体制本质上还是康熙大帝 1654至1722所创立的那一套 它在当时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创举 在康熙及其孙儿乾隆这样的皇帝制下能够顺利的运作 但是到了1850年 它就像一架设计不够精密的始终 缺少了主发条和一些细小却必不可少的零件 他的首要设计目标是保卫朝廷 防止各省的官员连起手来 他只要求对皇帝的意志负责 虽然他被设计为防卫性的武力 但康熙和乾隆都曾成功的将他用作进攻性的工具 因为这两位皇帝都不是凡人 乾隆以后 这支武装处于静态 没有增添或引进新的装备 训练缺乏 纪律松散 勇武精神也未培养 而真正的危机就在此时发生 首先在1839年反抗外敌 又在1850年开始内战 大约18支汉人部队和无数满人部队起来保卫国家 但他们都未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康熙的这份杰作 只剩下一个还能辨认的特点 那就是 完全缺乏整合力 康熙确实达到了目的 但他无一做梦也想不到会落得如此局面 因为不仅汉人部队丧失了整合力 而且满人部队也是同样糟糕 甚至更糟 帝国的军事组织中存在两位不同的军队 一类是满人部队 组成各旗 通常被称为旗人 它是帝国军事力量的脊梁骨 另一类是陆营部队 是全汉人的武装 满人部队主要是大清创立者努尔哈赤 1559至1626缔造的 当努尔哈赤的继承者们 在中国站稳脚跟之后 认识到他们的人数 与汉人相比悬殊太大 为了维护他们的支配地位 决定 让满人成为军人阶级 由国家供养 只需提供军事服务 劝阻他们与汉人通婚 或与汉人进行经济竞争 虽然他们不全是现役军人 但所有到了兵役年龄的男性 都要能够随时应征入伍 这意味着满人除了当兵 什么都不用做 这种体制把这些骄傲好战的满人身上的武士精神消耗殆尽 当巨大的危机到来时 当皇室的命运岌岌可危时 他们才发现 维护王朝的使命 无法由其人的军事力量来完成 只能依靠比努尔哈赤 早存在将近两千年的道德力量 维系这种力量的 是一个大不相同的社会群体 汉人文官 满人的策略是将其人集结在京基一带 而将一些小部队分布到帝国各处 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 分配到各省的满人部队数量不多 他们分布在战略要点担任警戒 大约在1825年前后 他们的人数和分布状况如下 大致而言 五分之三的其人 部署在首都所在的直立省 五分之一驻扎在其他省份 除了云贵以外 所有总督驻结地 都有一支满人位数部队 广西、湖南、江西与安徽 没有满人位数部队 长江沿岸、运河沿岸和海岸线上的一些地方 驻扎了满人位数部队 总督驻地的达达将军位居总督之上 直接听令于北京 但他只有军事职权 而且只能指挥满洲其人 汉人部队 我称陆营是一支志愿军 军官中既有汉人也有满人 以汉人为主分布在十八个行省 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支国军 因为他的总管是北京的兵部 但实际上他是十八行省的部队 每个省的陆营都有该省的翻库公养 在各个方面都独立于其他省份的部队 每个省的总司令叫做提督与巡抚平级 但在设立了总督的省份 他要听命于总督 于是 总督与达达将军 巡抚与提督各司齐权 如此安排有利于防止高官们结党反对朝廷 巡抚对提督有一定程度的制约权 因为他要为部队提供给养 在实际的指挥中 总督和巡抚只能直接控制他们的卫队 即所谓的标兵人数很少超过五千 汉人部队分布在全省各地 几乎每线都有若干 提督的下一级军官叫做总兵 级别相当于道元 这种部队的性能更像武装警察 而不像军事组织 用它处理小的社会治安问题会有些作用 但要用它镇压暴动指望就会落空 1850年 汉人部队的人数和分布如下 这些数字就是汉人部队的武装力量 然而众所周知 实际人数几乎总是少于发放军饷的人数 在小城镇上当兵的通常是本地人 而城市里面吃冰粮的人 往往来自本省其他地方 不少是有问题的人物 当紧急事态出现时 通常会匆忙增召兵员 甚至超过额定人数 招兵时选择范围很小 常常把痞子恶棍招收入伍 虽然许多地方都有军营 但士兵们仍然住在家里 只在一些特定的日子回营 他们未曾接受实际的训练 装备羽裂 毫无士气 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早期 朝廷试图动员汉人部队 组建了相当多的队伍 当士兵们听说要离乡背井 往往感到绝望 不少人哭了起来 认定自己一定会死在战场 在保卫围城的战斗中 有些士兵表现不错 但更多的士兵 在造反军队到来之前 就逃跑了 朝廷发现 从不同的省份集结部队 不具有可操作性 因为大家不愿合作 军官们为杜季心所支配 有人打了胜仗 其他军官就会极恨他 如果打了败仗 其他军官就会大肆嘲笑 见死不救 文官和武官也在窝里斗个不停 当太平军横扫中国大地时 除了满洲奇人以外 很难找到一支比陆营更腐败的军队 当太平军抵达长江时 清朝军事形势的无望 完全显露出来 皇帝不得不赶紧依仗 一度勇往无前的奇人 在较小的程度上依靠陆营 但他发现 虽然帝国的军队花名册上 有一百万士兵 却根本无力回天 如果说 帝国的军人们有牢骚 失去了中心 或者被造反派测反了 那么 这种状况还好理解 但情况并非如此 汉人部队的一些士兵 在完全脱离组织流散相间的时候 的确加入了造反行列 但奇人没有这种情况 造反者对满人建一个杀一个 这支军队 曾在乾隆指挥下 把天子的势力 推广到更为广阔的疆域 和更为众多的人口 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 做到的多要多 如今在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 堕落到了软弱无力的悲惨境地 就在这个清皇不揭的关键时刻 一些汉人文官填补了空缺 他们建立起一支新式的军队 在没有得到正规军多大帮助的情况下 独立拯救了清王朝 这支新军叫做湘军 也可以说是湖南军队 后来又有另一支军队问世 叫做淮军 或称安徽军队 由李鸿章指挥 湘军和淮军是向现代中国军队发展的第一步 湘军的创始者是曾国藩 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 湘中原指挥的一支由两千名志愿兵组成的部队 发挥了很强的战斗力 使曾国藩受到了启发 由于左宗棠是因湘军而成名 这里应该较为详细的介绍 这支军队的组织结构与武器装备 湘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营 一个营有五名营官和五百名士兵 营下面有四个哨 一哨可以看作一个连 再往下就是队 也就是班 还有一支卫队也分为若干班 各级组织和每一级的人数如下 营官 营长 一名 清长 高级军士 营长卫士 三名 十长 军士 营长卫士 三名 清兵 营长卫士 六十名 活勇 吹士兵 营长卫士 六名 少官 连长 四名 少长 副连长 四名 护勇 传令兵 通讯兵 美少五名 二十名 十长 军士 美少八名 三十二名 正勇 士兵 美少八十四名 三百三十六名 活勇 吹士兵 美少九名 三十六名 军官总计五名 士组总计五百名 一个队或一个班 通常由一名军士 十名士兵和一名吹士兵组成 一个少或一个连游一名军官和一百零七名士组组成 装备如下 清兵 营长卫队 两个队配备台炮 轻型舊炮 每队一门 共二十四人 一个队配备台枪 火神枪 共十二人 三个队一半装备刀剑 另一半装备长矛 共三十六人 以上合计七十二人 少 连 两个队装备小枪 每队六支 两人合用一支 共二十八人 两个队装备台枪 共二十四人 四个队一半装备刀剑 另一半装备长矛 共四十人 传令兵和吹士兵 共六人 富少长一人 以上合计一百零七人 四少共四百二十八人 一银总计五百人 这样看来 一个银的武器装备 包括二门轻型旧炮 四十八支小枪 九十支火神枪 九十五把刀剑 九十五支长矛 这是理论数字 实际上 相军的装备 凡是能用的 都会用上 在这些武器当中 一般认为 小枪是英国人在1839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 使用最有效的武器 这是一种老式的大口径散弹短枪 重约二十磅 防守时架在一个旋转之座上 也战时架在人的肩膀上 它能充填一把子弹或弹丸 近距离射击是致命的武器 太平军在清政府进入市场之前的若干年内 曾向外国军队大批购买这种武器 他们在1857年和1860年取得的重大胜利 多半是由于优越的装备 1860年清政府开始采购外国制造的武器 与此同时 英国和法国禁止向造反军队出售军武 到了1864年 相军的每个营都有几队装备了改良武器 取名洋枪队也就是装备了外国来付枪的班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 长江流域没有动物牵引或承载的运输 在无法使用船舶的地方 男人成为弹药、资重等军用物资的在运者 每个营都配备了搬运夫及长夫 人数如下 营属普通长夫78名 排炮队每队3名 共集6名 小枪队每队3名 共集24名 其余各队每队2名 共集56名 绍长每人4名 共集16名 总计180名 长夫和战斗部队一样 享有军级 战斗部队的死伤缺源 通常由他们来顶替 有证据表明 当长夫成为士兵时 他们空处的位置 往往由当地的长夫来填补 而这些人 以后又会成为战斗兵 到了战争末期 湘郡有很多兵员 并非湖南人 事实上 可以断言 左宗棠收纳了许多投降的太平军官兵 来补充缺额 后来当他在甘肃和新疆镇压回民运动时 有数百名士兵 是从前的太平军 通常认为 一个完整的营有500人 其实一个整营的总人数 为688人 其中包括5名军官 2名书记员 1名军法官 500名士兵 以及180名长夫 在营以上 没有固定的军事单位 但是2到10个营 可以由一名统领来指挥 这个职务可以翻译为美国的准将 他们通常指挥一个旅的兵力 两个以上统领指挥的部队 可以从属于一位大帅 这个职务相当于美国的将军 他所指挥的部队 成为义军 征兵体制 并非纯粹建立在志愿的基础上 皇帝任命某人 组织一个军 规定了编程多少营 于是他就成了大帅 他从自己的朋友们当中 选出一些人来当统领 这些人又去挑选他们自己的营官 营官们又任命自己的绍长 并主持征兵 只有来自乡村的农夫 才会被接收入伍 城市和乡镇的居民 以及为衙门当过差的人 都被挡在营门之外 于是形成这样一种局面 一个营的士兵都是来自若干乡邻的村庄 大家彼此认识 营就成了一个家长制的组织 营官是父亲 少官类似于他的弟弟 士兵就成了儿子 每个人入伍都要由他村庄里的某个人担保 新兵入伍的条件是 农夫 年轻 健康 机灵 在村子里拥有好名声 每营都有一本花名册 登记了每个士兵的姓名 他父母的姓名 兄弟的姓名 如果他已结婚生子的话 还会登记他亲儿的姓名 登记册上每个士兵的姓名旁边 还有他的拇指印 乡君的心想 是无所不包的 政府提供作战时穿的制服 但没有军力服 服装 食物 鞋子 药品等等 都包括在心想之内 银官每月收入50两银子 另有150两银子 用于雇佣书记员 支付医疗费 购置服装和军旗等等 全银的经费 也归他接纳 按日新计算 以30天为1月 那么每月的经费分配如下 少官 9两 副少长或副官 6两 军事 4.8两 卫士 4.5两 士兵 4.2两 吹士兵 3.3两 长夫 3两 一个全额银 以30天为1月计算的心想总额为2892.2两银子 包括银官的心想在内 心想一般拖欠几个月支付 收到经费以后 要支付必要的开销 而不论如何忠诚的银官 都会把结余的钱截留下来 因为他无法确定下一个支付日 何时到来 结果是 士兵经常拿不到薪水 而且从来无法当月领到 阵王士兵的家属 可以领到一笔抚恤金 对于永久的伤残 也有少量赡养费支付 士兵的阵王抚恤金为30两银子 尽管其他薪酬都会拖欠 但这种抚恤金 却总是及时支付 伤残金 却没有如此的保障 部队通常 每天行军30至40里 集行军为每天60里 扎营时 不论时间长短 都会挖一道外豪 来保护营来 豪沟身一丈 宽七尺 底部较顶部稍宽 豪沟内侧住一道墙 高七尺 宽一丈 在这道墙内 再挖一道内豪 尺寸比外豪减半 再住一道内墙 尺寸比外墙减半 士兵 住在内墙之内 在无事的时候 每银白天有50人担任警戒 有敌情时 少兵人数加倍 少兵分为每两小时一般 口令在午夜更换 通向银垒的所有道路 都设置了障碍 在距离银门大约100米出汇 建立一个商贸点 乡下人和商贩聚集在这里 跟部队做生意 乡军的一些制度 是不无趣味的 军营附近 不许吸食和买卖鸦片 禁止赌博 禁止大声喧哗 妇女 不许进入军营 在任何地点侵犯妇女 都是大罪 严禁士兵散布谣言 或议论超自然现象 不许士兵 在没有军官 参与的情况下开会 也不许他们秘密结社 或信奉怪异的宗教 禁止士兵穿着奇装一服 和色彩名利的服装 据说曾国藩起初 颇为怀疑这些农民士兵的勇气 因为中国人通常不会 把士气和泥脚腿子联系起来 然而他们战斗得很勇敢 离家越远 士气越高昂 曾国藩从来没有机会 为乡军的勇气而自责 乡军很快就威名远扬 胡男人为他们的军队大胆自豪 乡军继续征兵时 据说会有十个志愿者 来应征一个空缺 曾国藩的办法是对高级军官灌输长篇大论 大谈中军爱国 这些殉道会一直传达给士兵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 还没见识过他们那个限以外的事件 逐渐的 他们获得了以前未曾梦到过的观念 自尊心大大提高 军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士气萌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成为一支军队 乡军的总人数是很难估算出来的 因为乡军这个番号 比其中的每一个湖南人都要活得长 据说乡军在1856年 有六万官兵 在那时也许他们全是湖南人 后来在镇压太平军的征战中 许多省份的部队都进行了重组 与湘军联合起来 李鸿章与曾国藩密切合作几年后 按照大致相同的思路 建立了淮军 在湖南省内 整个内战期间保留了大量兵力防卫本省 很难说在任何一个时期 在省外当兵的湖南人的总数 是否超过了十二万人 最重要的因素是湘军的存在 而不是他的兵员数量 在许多年内 湘军在整个帝国 一直是对抗造反军队的唯一焦点 没有湘军 或者说 没有一支类似湘军的军队 那么毫无疑问 太平军一定会把清朝推翻 在太平军的猛攻之下 两个序列的朝廷正规军 犹如风中的稻草 在湘军 这支新军之中 就像在任何残酷的战争中一样 机会对优秀人才敞开了大门 他们得到了逐步的提升 不少来自湖南乡村的士兵 获得了声望 若干几乎一字不识的人 在这块无比看重学术的国土上 当上了将军 在过去 中国人通常并不十分注重战争的艺术 这绝不是说 他们拥有悠久的和平历史 也绝不是说 他们不爱争吵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 就和全球其他任何部分一样 同样有过许多战争 自从孔夫子那时候起 公众舆论的呼声 就在抗议上午的熏夜 中国杰出的诗人 很少欧哥武力和军人 尽管有这样一种潮流 中国人仍然和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一样 进行了平凡 激烈而残酷的战争 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某些国家 中国人积累了卷制好凡的战争文献 或许现存最古老的有关战争艺术的论述 就是完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孙子兵法 如今在全中国的数百家书寺中都能买到 另一部经典的军事著作 是著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五子兵法 这两部著作成为后世直到今天这一代人的典范 他们至今也没有失效 这两位古代大师强调的一些观点 在今天仍然跟两千五百年以前一样具有生命力 即便在战争这样一个变化万千的领域里 也极少发生本质的变化 在过去的那许多世纪里 还有许多人撰写兵法著作 因此中国并不缺乏军事教材 然而对于军事原理的研究 不如全数的研究那么热门 尽管二者有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 即便如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众所周知 直到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帝国交战的初期为止 中文的兵法文献堪与其他任意文种的兵法文献比肩 十九世纪军事力量的巨大进步 把中国人远远甩在后面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事行动的技术条件 飞跃进步 压倒了战争中处理人为因素的技巧 所取得的任何显著的改善 中国人在与西方人的首次军事交手中表现得那么可悲 致使许多人得出笼统的结论 认为中国人不会打仗 在中国海岸线上发生的考验中国人的那几次战争 正好发生在中国军力衰落的时期 于是人们基于这些经验形成对中国军事能力的判断 而这些结论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得到修正 第二章左宗棠的青壮年时代 在南宋时期127-1279 左室家族的一个分支在湘英县定居 这个地方在湖南省境内的洞庭湖南岸 这个家族安分守己地在此地延续生活了六百多年 左室的这一支当中有一位早期的成员 名叫左大明是宋朝的晋士在浙江做过小官 明朝末期有个左天眷当了直立省的支县 曾与满人作战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 没有其他家族成员 在世上留下显赫的事迹 足以载入家族的年谱 他们属于这样一个阶层 贫穷诚实 但是默默无闻 左官兰是一位秀才和教师 年谱 没有告诉我们 他究竟是想获得更高的学位 从而进入仕途 然而无法通过考试 还是满足于秀才的学位 而毕生致力于教学 不过 在旧中国 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 他娶了瑜伽的一个女孩 上天赐给他们三个儿子 和三个女儿 长子还没活到二十五岁 就夭折了 次子获得了举人学位 并且当上了小官 他是一位颇具名望的书法家和诗人 他对天文学的兴趣 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他的志向不外乎维护家族的传统 小儿子出生于1812年11月10日 名叫左宗棠 他后来成为四亿中国人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这再一次表明人的命运是无法捉摸的 左宗棠是一个病弱的小孩 身体孱弱 小肚皮挺起 在他生命的最初两三年内 连存活的希望都很渺茫 他是祖父的小宝贝 这位老身世总爱说 此子一日必能昌大无门 他在四岁就接受祖父的指导 开始了中国人漫长而繁重的学业 第二年 他父亲举家迁移到长沙 左官兰在这里教书 左宗棠则在父亲的指导下继续学业 中国的为人父者通常不愿教授自己的儿子 只要条件允许 他们会严聘教师来为儿子授课 理由很简单 为父者觉得很难做到严厉的对待儿子 而教学体制要求教师们对学生要板起面孔 中国人认为 在教学过程中 孩子们是不打不成财 左宗棠的父亲 却是因为太穷 而请不起教师来管教三个儿子 他只能亲自上阵 对于年轻人的教育 任何国家都不曾像就中国这样开发出一套需要勤奋不止 或者说费尽心力的教学体制 从一开始就有一场淘汰考试 不管他会在一个人身上造就什么样的品质 不可怀疑的是 那些通过了考试的人肯定具有刚毅不拔的性格 年轻学生得到的第一本教科书是《三字经》 这本小册子由1068个汉字组成 排成六字对句 他写成于西历1060年 在八百多年的时间里 他一直是数百万中国人开始咀嚼文字的启蒙课本 他概述了中国的传说和历史 以及儒家的人生哲学 诚如威廉斯所说 他的第一行就包含了古代蛮荒世界最著名的信条之一 吉人之初 信本善 这本经典学生们必须从头到尾背下来 如果有人能够顺背或倒背如流 一点也不稀奇 年轻的脑袋对他的理解各不相同 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人试图为学生讲解 多年以后 学生才会对这篇课文的意思恍然大悟 《三字经》 学完 就要学百家姓 这是一串汉字表 按尸体排列 其中所有的汉字都能用作中国人的姓史 还有 千字文 此文正好包含一千个汉字 其中没有任何两个字的字形和意思相同 主题大致是对《三字经》的补充 这个序列的下一课本是 千家诗 一个短小的诗集 其中每首诗都是四句 弟子归 是孔子和他一位弟子有关孝道的谈话记录 小学是大如珠希撰写的课本 关于最后这个课本 威廉斯说 他是经过精心设计 以展示所有年龄阶段的中国人有关教育原理 社交 行为准则的理念 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名人的话 我们信赖 小学 犹如信赖天神 尊敬他 犹如尊敬父母 所有这些课文 都被学生牢记下来 很少忘记 年迈时也不能忘 值得注意的是 任何课文都没有写成图画 而是写成古典文言 这种语言如此简洁深奥 为那些掌握了他的人 开辟了一个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 使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这就是为四岁的小左宗堂 准备的精神食粮 除了学习这些课文以外 他开始学习写字 把保纸覆盖在模板上临摹大字 直到熟练为止 他的学习一定颇为出色 因为他在六岁 就进入了中国教育真正基础部分的学习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他们一起构成四书 四书 经过杰出的儒家学者朱熙 做了繁琐的注解 阐释正文的意思 注解部分和正文同样重要 它是儒家哲学的正统解说 何况 如果没有注解 当代中国的普通文人 是无法理解原文的 学完四书 就要学五经 这五部书是中国经典 五经包括 一书 诗 里 春秋 四书五经要求背记 只有 一 有诗除外 至向高远的学生 还会把注解也背书 这种人并不罕见 一个中国南海所受的教育 绝不局限于背诵经典 最难的部分是作文和修辞 学习以简洁 雄剑 倦勇的风格写作 要想成为一名真正有实力的书法家和文体家 需要吃苦耐劳 钻研不倦 还要记忆超凡 左宗棠在九岁开始学习作文 这一部分学习进程 将会决定 求观学者在考试中的成败 他必须撰写无数论文 主题取字经典 模拟那些最可能出现的试题 书法和文体至关紧要 而思想必须与经典保持严格的一致 在考试中表达与经典被盗而驰的思想观念 将是致命的缺陷 学生的作息时间格外严格 学习时间从天亮到上午十点左右 又从中午到下午六点左右 在夏季 他们通常下午无课 但在冬季还要上晚课 新年前有一个月假期 普通节庆也可以休假 但是在旧中国的学年中 没有放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 教师不用为教学方法伤脑筋 他们有一套完全标准化的教学流程 首先 学生跟随教师诵读指定的课文 直到他能够读出汉字的发音和声调 接着 他会大声朗读 直到教师要求他背诵 他走到教师身边 把课本交给教师 然后背对教师背诵 这一关通过之后 老师又指定一篇新课文 不刻苦的学生会 及时受到严厉的处罚 通常的处罚 是用一根尺子 中击左手的手掌 右手绝不会挨打 因为这只手要用于写字 不能伤害 手掌被打得肿高一倍的情况 并不罕见 小左是一名聪颖的学生 远超同岁的其他男孩 而且格外勤奋 他在伙伴和其他同辈人当中 被称为技高 意思是第三个儿子 宗唐这个名是 只能由父母和其他上一辈人来叫的 他还有另外一个名 或称号 叫做普存 意思是可信爱的人 只有最亲密的同年伙伴 才会使用 因此 按照他的国人通行的做法 他拥有一个正式的名和 两个号 或者说两个昵称 他在学校的同伴中 不受欢迎 因为他骄傲 自负 自夸 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 这些特性 他一直保持终身 他爱高堂阔论 没有顾忌的发表 对人对视的看法 因此树敌不少 还提时代 他的朋友不多 但所交的都是好友 凡是喜欢他的人 都是爱之甚切 他十五岁 参加了第一次初级考试 主考人是湘英县的支县 这是第一轮的淘汰考试 考试时间为一天 只是一场作文竞赛 考生们集合在支县衙门附近的一个大厅里 支县给出作文题 考生们撰写论文 左宗棠在这场考试中名列第一 他的名字 列在胜出者的榜首 告示就贴在衙门的墙壁上 这种荣誉叫做显明 即在本县有了名声 第二年 他参加了第二次初级考试 考试规模与第一次相似 他在这次考试中又拔得头筹 但出于对一名比他年长很多的考生的尊重 他只取了第二名 他现在有了参加第一学位竞争的资格 然而 第二次初级考试刚刚结束 他的母亲去世了 铁定的习俗要求他守爱二十七个月 这个县期还没到头 他的父亲又去世了 他必须再次守爱 习俗规定 守爱者不得参与政务或公共事务 除非皇帝有特质令其参与 左宗棠必须等到下一届 才能参加考试 他在紧张的学习备考中度过这段时间 尽管他已全程经历过四书五经的学习过程 但是这种功课的性质 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毕业的 从县里的初级考试 直到育前的最高级考试 所有考试的内容 都是基于四书五经 这些经典 是深不可测的智慧之景 不论怎样刻苦钻研和博学 都无法将它挤干 任何年纪的最杰出的学者 都不敢自称 已经彻底明白了这些经典 所以只要前面还有考试在等着你 你就必须继续钻研这些书本 此外 博取较高学位的考生 还必须娴熟 从古代到明末的中国历史 当朝历史 不属于考试或评论的范围 同时还要娴熟中国文学 具备作诗的能力 你很难指望这种体制造就诗人 但它能确保考生掌握集中老套的尸体 在这段紧张的学习中 左宗堂开始清新于地理研究 他读了两部书 一部是着眼于辅导学生 研究中国历史的概论 另一部是顾言无所著的 天下俊国立并书 他开始痴迷于此道 阅读所能找到的 所有描述祖国自然特征的著作 他在这项研究中投入太多的时间 朋友们劝他不要浪费时间 因为较高学位的考试 只需要基本的中国地理知识 一位信赫的邻居 曾经做过关 拥有大量图书 他对左宗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认为他虔诚无量 他让左宗堂任意取悦自己的藏书 鼓励这位学生研究中国地理学和地形学 左宗堂一辈子也没有忘记 这些年里 这位信赫的朋友 给予他的鼓励和帮助 他一贫如洗 父亲去世后 就学于湖南巡抚 在长沙为穷困学生开办的香水校金堂 在北京 在人口比较稠密的省份的省会城市 考试大厅容纳几千个小小的隔间 每个隔间长约六尺 宽四尺 高度略超一个高个子男人 隔间内配备了一条凳子 和一块跟单元等长的木板 这木板白天当书桌 夜晚荡床 考生带着床具 食品 水 蜡烛 墨汁 艳台和毛笔 进入在考试前夜 分配给他的隔间 他们进场前要接受彻底的搜查 确保他们没有把对考试有用的书本 或笔记 带进考场 这个制度极为严厉 如果抓到作弊 或企图作弊的考生 他会名誉扫地 受到严厉的处罚 被剥夺已经获得的学位 而且终生不得参加进士 考试在英历八月初九开始 分为三场 第一天的白天 从四书中选出四个考题 和答题的白纸一起交给考生 然后封闭隔间 在全体考生交卷以前 无人可以进出 考题中的三个要求用散文打写 第四个要求用韵文 谁也不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考卷上 当晚夜深时 考生出场 第二天休息 考官们月卷 淘汰大量考卷 八月十一日 考生们集合 已被淘汰者 不许进入考棚 从五经中选取五个考题 发给考生 规定考生们 在两天内写出论文 然后 将他们放出考场 再休息一天 他们在八月十四日 再次集合 胜出者进入考棚 参加最后一场考试 他们得到五个考题 其中之一 要求用韵文打写 但这些考题 并非全部从经典中选出 有历史方面的考题 也有法律或行政方面的题目 这场考试 在八月十六日结束 考试委员会 有二十五天时间仔细阅卷 选出七十到八十名毕业生 这一年 皇帝发布诏令 淘汰的所有试卷 都要中阅 这对左宗棠是一个幸运 因为他的考卷被淘汰了 第二次阅卷 选出了六个姓名 登陆为副榜 左宗棠是副榜上的第一名 随着最终结果公布 他获得了第二学位 成为举人 不过 他的姓名 排在湖南省录取名单的 倒数第六名 一些名列前茅的人 往往获得官位的任命 但是名列绑尾者 机会很小 他们必须通过 将在明年春季 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学位考试 才有获得任命的可能 左宗棠刚刚考完 就娶了周家的一个女孩 入赘相谈的岳父家 和妻子的家人住在一起 对一个男人而言 多少有些反常 但这是一个特例 因为左宗棠的双亲 和祖父祖母已经去世 他不必受到孝道的约束 何况 他在世俗利益方面 几乎一无所有 而他的岳父家 却颇为殷实 有证据表明 这种背离传统绅士行为的做法 令他有些苦恼 不过 他与妻家的关系 在他主要依靠他们的岁月里 似乎是非常愉快的 他立刻着手 准备前往北京 参加第三学位的考试 在理论上 政府会为有资格参加会考的学者 提供进金的旅费 但在实际操作中 获得这种费用 需要费很多周折 左宗棠很穷 跟有影响的人物联系太少 很难拿到政府的津贴 妻子从陪价中拿出一百两银子给他复考 但是在他出发之前 一位姑母跑来向他求助 他把那一百两银子全数相送 朋友亲戚伸出援手 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旅资 考试与早春在北京举行 本质上与第二学位的考试相似 考官级别更高 更加严厉 左宗棠考试落地 回家的路上 他写信给一位朋友 说他考中了 但他决定投入实物的钻研 仕途的诱惑太大 他于1836年再次进京赶考 然后第二次落地 下一年他致力于撰写一部地理书 妻子帮助他复制地图 这部作品是否出版过 无从查考 左宗棠现在有了两个孩子 但都是女儿 一些迹象令他担心他很可能要不到儿子 尽管家境窘迫 前途无望 他仍然觉得自己必须娶妾 也就是第二个妻子 年谱记载了此妾娶自张家 他包揽了所有家务活 前后给左宗棠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有一段时间 左宗棠在湖南东部的李林教书 在李林期间他结识了一个人 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 而且在他多变的命运中是第一个重大突破 湖南籍的两江总督陶树经过李林 支县为了接待这位高官 请左宗棠写了一幅对联 这幅对联吸引了陶总督的目光 他要求接见作者 左宗棠给总督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据年谱记载两人彻夜肯谈 左宗棠在官场上曾没有朋友 给陶树这样的大人物留下良好的印象 对他意义重大 对于左宗棠这一代中国人而言 如果没有几位社会关系通达的朋友 提升的机会极为渺茫 他在1838年再次进京 第三次博取第三学位 但还是以失败告终 他拿定主意不再参加进士 尽管二十年后他一度改变主意 而且确实启程前往北京赶口 但他中途改道 作为一名军人 踏上了非同寻常的人生旅程 他未能赢得第三学位 无疑令他痛苦终生 在他后来的生涯中 我们发现他绝对藐视政府中的那些纯粹的学者 轮到他来把别人提拔到有权有势的位置上时 他要看对方的实干能力 而不看他们持有什么学位 他手下许多罪得信赖的将领 根本没有任何学位 但他仍然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儒家学者 对学术深信不疑 并且以学者自居 他相信 渗透了儒家政府观念的考试体制 利用一切机会 鼓励别人遵循他那个时代较为自由的儒家理念 来追求学问 中国有一种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流行幻觉 认为 学术拥有某种特权 这种幻觉 肯定会使左宗棠这种秉性的男人感到悲哀 因为他未能通过第三学位的考试 因而得不到学术的标记 这会令人怀疑 有人们劝他 不要把时间浪费于地理研究 以免脱离主流 这究竟是不是正确的 很难说这样做有利于他通过考试 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当他开始指挥军队的时候 这种研究对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对地形的感觉 是所有伟大军人的强势特征 对一位大将而言 缺乏这种感觉 就如童话家色盲一样 不合情理 左宗棠有一种本能的地形学感觉 从青年时代起 就不断培养 人们不止一次地说过 他对自己的战场 了如指掌 他在北京教了几个月书 然后返回湖南 去到南京 拜访朋友陶树总督 陶总督 对左宗棠似乎爱之甚切 在访问期间 他提议两家定亲 请左宗棠把大女儿许佩戟 他当时还只有五岁的独子 这件事顺利地确定下来 陶总督在两年后去世 他临死前做了安排 请左宗棠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 于是左宗棠肩负起教育未来女婿的责任 于此同时 左宗棠开始对农业产生兴趣 全心研究耕作 尽管脚下没有属于自己的尺寸之地 前些年 他曾关心父亲 留给他长兄之子的那个小农庄 他撰写了一本有关耕作的小册子 同时 他继续研究地理学 值得注意的是 他在这方面的兴趣 绝没有扩大到世界的范围 很少超越天朝的疆域 对于左宗棠那一代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 这就是与之有关的整个世界 但他彻底研究了自己的祖国 对山川 关爱 道路和距离等 做了大量的注解 装定成好几卷手稿 他把这些注解 编入一本描绘中国的著作 他在写作时 似乎根本未曾考虑著作的出版 而是为了自己的方便 把他审读过的大量资料 有序编排 年谱 作者说 在这个时期 他开始意识到 自己骄傲自负的性格 极大的妨碍了他所遇见的许多人 成为他的朋友 他下定决心 弥补这个缺陷 特别注意 待人和善友好 不过 他的这番努力 似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二十九岁那年 他成为忘年教陶树之子的教师 他迁居湖南中部安化的陶家 在那里持续生活了八年 这对他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因为陶家因时 有证据表明 他得到了一份非常优厚的酬劳 从这时起 左宗棠不再为穷困的幽灵所缠绕 而且不再依赖于契家 陶总督身后留下了大量藏书 其中有一部乾隆志夏制作的大型地图集 还有几大册笔记 是他毕生非凡努力的历史记载 左宗棠非常用心地浏览研究这些笔记 从中获取了许多智慧和经验 陶树的一个女儿 嫁给了胡林毅 此人在官场上地位不低 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获得了很大的声望 他具有非同凡响的才干 得到皇帝的倚重 又是大总督曾国藩最亲密的朋友与智囊 胡林毅与左宗棠同岁 第一次见面就成为至交 在左宗棠等待机会 踏入仕途的漫长岁月里 此人的友谊对他意义重大 尽管他决定不再参加考试 但希望仍然徘徊畏惠 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此时正在进行 左宗棠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 每当听说他那些组织涣散 准备不足的同胞被少数英国人击败 他的屈辱感就增添一分 他给朋友给他认识的少数官员写了很多信 提出如何赢得战争的建议 他写信给一位监察御史 请求对方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 作为备忘录提成皇帝 他在这封信中说 未非严主和王寇之诛 劫纵兵失虑之罪 则人心不耸 主危不振 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为首 有人民而不能为墙 而国事乃不可负问矣 当听说英国人已经侵占香港 他写下四首诗以表达愤懑 当听说合约最终签订 他心灰意冷 很想到山中隐居度过余生 道家学说对中国人总是具有号召力 不管他们如何沉迷于儒学 祖宗棠没有退隐山林 他决定继续工作 同时刻苦学习 他自认为他的才干和学问都领先于那般佣关 但还不足以应对祖国所面临的危机 他决定通过刻苦学习来弥补缺陷 在陶家教书两年以后 他有能力在湘婴东部离他出生地不远处 买下一个大约七十亩的农庄 将之命名为柳庄 为此他感到极为自豪 在后来的几年里 他致力于教育未来的女婿 同时一边学习和耕作 他广泛阅读农业著作 按照古代中国的真言 经营这个小农庄 他享有率先在故乡种茶的美誉 同时非常关注养残业 据说经过精心的安排 他能使小农庄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出产 从他教学的安化到他家里路程颇远 但他频繁旅行回家照看农庄的经营 左宗棠对农耕有浓厚的兴趣 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农夫 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从未低落 后来在西征途中经常跟他的士兵们探讨 他并非经验丰富的农夫 总是到历史记载中寻找更好的耕作方法 和他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 他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 古人们很可能在许多领域中取得了成就 但是大部分被人遗忘了 在卷制浩凡的中国农业文献中 他找到了在他看来最好的方法 其中有很多非常古老 但又显得新鲜 在1848年和1849年 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先是长期的干旱 接着突然大雨滂沱 洪水泛滥 疾病与机警 夺走了许多生命 左宗棠在大灾之中 具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 他在住宅附近建立赈灾所 给灾民发放食物 据说左宗家族从储备中 拿出九千斤粮食 救济穷人 他把所有的钱全部拿出来 为病人购买药品 他在1848年到了长沙 开办一所学校 收了五个学生 包括他已在私塾中 教育了八年的女婿 但是一场风暴 正在南方的广西省酿 拜上帝会 正在那里完善组织 准备推翻清朝 很快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 他给中国带来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动乱 在同一时期 没有任何其他国家 经历过如此大的混乱 左宗棠从长沙注意到 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 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他认为 这不会是一个局部的 零星的事件 远在湘北民众尚未感到恐慌之前 他跟一位名叫郭松涛的邻居 后来的第一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就到湘英东部的湘间旅行 试图为各自的家庭寻找一个避难所 他们找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点 预备将来使用 两年后 当太平军逼近长沙时 左宗棠把家人迁到这个避难所 他们安全地住在这里 直到太平军离开湖南 沿着长江直下南京 当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爆发时 左宗棠三十九岁 离他获得第二学位 已经过去十八个年头 没有官位任命给他 也看不到有什么官位在前方等待他 很难说 他已丧失希望 他仍然在玩位 获得第三学位的念头 不过 对他的邻居而言 他只是一位中等地位的学者 注定要靠教书和照看小农庄度日 仅此而已 第三章 太平军的崛起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 已有大量注数问世 作者既有外国人 也有中国人 但是对这场运动的了解 仍然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 特别是有关他的早期 就像已经成为历史的任何其他运动一样 他是由一些无名之辈发起的 这些人养成了非同寻常的领导能力 从现在已知的有关运动起源的材料来看 最初的推动力似乎是宗教 不过 当发起者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创造的工具所具有的潜力时 其他意图占了主导地位 于是 这场运动发展为政治斗争 而非宗教运动 运动的目的变成推翻统治的王朝 为了追求这个目标 帝国的 一达最附属 人口最多的省份 遭到蹂躏 大量的惨剧和死亡 落到大汉子民的头上 其悲剧性 超过了其他任何类似的国民经历 在道光皇帝 1820至1850 治下的中国 按照当时许多国民的看法 全国总的形式 预照着王朝的早期衰败 在这个时期中 年年都能听到帝国的某个局部 传来造反的呐喊 在这一连串的运动中 广西省最为抢眼 在那个时期的任何时段 很难确定 当局是否掌控过该省的全局 在1820年 1832年到1834年 以及1836年 运动的规模较大 再也瞒不过北京的朝廷 这一系列运动中的第二次波及较广 运动首领赵金龙有僭越之举 不仅黄袍加身 还在袍子上绣了金龙王字样 根据报告 所有运动都被镇压了 但此起彼伏 表明当局未能十分有效的镇压造反运动 全国的形式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生 人口对耕地的压力是沉重的 当时的人口数量达到了19世纪的顶峰 根据帕克的说法 1852年的总数为4.32亿 或者说有可能在100年内增加了2亿多人 中国的人口统计是很困难的 但是有一点似乎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同 即从1750年到1850年之间 中国的人口数大约翻了一倍 而有效耕地的面积没有显示可观的增长 田土的出产似乎也未有提高 有人把太平天国运动 看作争夺土地的农民运动 我无异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但仍然可以发现 中国的土地保有权体制 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地产业一样 使生产用地大面积缩水 也不会限制土地的最大生产能力 那时的问题和现在一样 不论在什么样的土地权保有体制之下 可利用的土地究竟能不能产出足够的作物 来维持这么多人的温饱 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的中国 可以肯定穷人是更穷了 但还无法证明富人变得更富 人口的压力产生了一大批被剥夺了人权的人口 他们最容易遭受暴力和动乱的侵害 不过由经济因素造成的不幸和贫乏 虽然最容易令人奋起战斗 但他们本身还不足以促使人们拿起武器 中国西南的经济因素 并不比其他许多没有发生暴动的地区 糟糕很多 至少在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之前 这种反差并非很大 广东和广西的居民 其中特别是广西 不像华中和华北那么单一 包含了大批的客家人 苗民和本国土著居民的移民 这个地区一直存在对满人的敌意 比十八行省中的其他任何省份 都要强烈 从乾隆时代以来 秘密结社在全国资演 其中最强大的一个叫做三合会 这个组织的成员 在两广人数有多 三合会建立于康熙治下 他的成员发誓反清复明 他们协助了最初的太平天国运动 但时隔不久便与之分道扬镳 不过 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三合会都未曾停止造反活动 另一个会党 似乎大力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起 据说 他的创始人 是著名的独立传教士 和汉学家郭势利博士 他在中国创立了一个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 名叫中国会 其目的是 通过中国人自己把中国人变成基督徒 这个组织 与早期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关系并不清晰 但无论如何 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 是一个特殊中国版本的基督教 太平天国运动 在中国西南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有利因素 是1839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 英国派到广州 并沉重打击了中华帝国的军力 相对于它取得的成效而言 是微不足道的 广州百姓早就不喜欢洋人 当他们看到帝国的最高官僚们 被一小撮可恨的洋人击败和羞辱 在这一地区 早已表现出来的反朝廷情绪便大大高涨 政府的软弱和腐败是如此明显 在整个华南都产生了丧失明星的显著效果 政府的领导层 不论级别高低 加上地方官员 全部无力面对很快就会发生的问题 他们当中有些人 如果能够得到康熙或乾隆那样的皇帝强有力的鞭策 一定会表现得很出色 但他们没有这样的幸运 形式对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极为有力 不过 条件尽管有力 却还不够充分 有力的条件 还要等待一个或一群领袖人物的出现 才能给一场运动带来方式和目的 又过去了几年 领袖们才冒出头来 如果这些人才具平平 太平天国运动 就只会是一场小规模的零星叛乱 就像多年来 在帝国各个地区爆发的那些暴动一样 如果他们的凝聚力再强一些 行政才干再大一些 他们肯定能够成功的推翻朝廷 所有那些倾向性的因素都有利于农民运动 可是领导力量与机会不对称 于是这场运动衰退为可怕的失败 人们经常讲述一个故事 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人物洪秀全 是一个球官的学者 但是经历了在第一学位考试中多次落地的痛苦 有一天 一位中国的巡回传教士 交给他许多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 洪秀全懒得阅读这些宣传品 但他还是将它们带回家里 树枝高阁好几年 后来他得了一场重病 昏迷中看见天国大门对他敞开 他在这种状态下 有一些奇遇 醒过来后 他深信自己在人世间 富有天国的使命 他开始阅读他 早已拥有的基督教小册子 在其中 找到了那些幻象所具有的更深的现实意义 以及使命的紧迫感 他被深深打动了 相信自己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 于是他出门步道 开始履行自己的使命 有个人名叫李秀成 他在太平天国的后期 以中王文明于世 写过一篇自传 题为太平天国始末 通常被称为中王自述 写作时间 是他身陷淋雨 等待帝国官员 将他处死的那些日子 由于他曾跟随太平军 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 他对这场运动起始的叙述 是不无趣味的 至少就太平军的看法而言 可以说有相当的准确度 他写道 十封甲子六月 国破被拿 落在清盈 承得宽行 忠诚大人亮广 日时滋云 有蒙老中堂驾至 训问来情 适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 未得十分明实 是以再用仇心 一一清白写明 自我主应立开机之情节 一天王赵书明教传下 将其出身起义之由 赵书因京城诗破 未及待随 可既在心之大略 写成老中堂遇见 我一片前行写旧 并未满影半分 一将天王出身之首 载书明办 其在家时 兄弟三人 掌兄红人发 次兄红人达 天王名红秀全 同父异母 其父名不知 掌 次兄 是其前母所生 红秀全是后母所生 此之画 是天王宰在诏书教下 屡屡讲讲道理 叫人人可知 掌 次兄 住家种田 红秀全在家读书 同冯云山二人 同窗书友 有一日 天王呼病 此事丁永年 道光十七年 一八三七年 义主 之病 死去七日还魂 自还魂之后 据讲天话 凡问之话少言 劝世人敬拜上帝 劝人修善 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 如不拜上帝者 舍虎伤人 尽上帝者 不得拜别神 拜别神者有罪 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 拒不敢拜别神 为世民者 拒是怕死之人 云蛇虎咬人 何人不怕 故而从之 天王是广东花县人士 花县上到广西循州 桂平 武轩 象州 藤县 禄川 罗白 拒新罗树千里 天王常在深山内藏 密教世人敬拜上帝 将此之蛇虎咬人 除灾病 或教世人 是以一人传十 十传百 百传千 千传万 数献之人 亦有从之者 亦有不从 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 或有三五家肯从 或十家八家肯从 亦有读书明白之世子不从 从者 俱是农夫之家 寒苦之家 积多结成俱众 所知世者 玉立国者 深远突围者 皆东王杨秀卿 西王萧朝贵 南王冯云山 北王唯昌辉 一王十达开 天官丞相秦日昌 六人深知 除此六人以外 并未有人知道 天王玉立江山之事 其各不知 各时因时而随 此事真言也 欲查问前 各王出身之来由 特江前 各王前后 分别在清 至东王杨秀卿 住在贵平县 朱山名叫做平爱山 在家种山烧炭为业 并不知机 自败上帝之后 渐渐可惜 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 其实不知 天王底儿信用 一国之事 盖交于他 军令严整 赏罚分明 西王萧朝贵 是武宣县 卢禄统人士 在家种田 种山为业 天王妹子 嫁其为妻 顾其重用 勇敢刚强 冲锋第一 南王冯云山 在家读书 其人才敢明白 前六人之中 牟利创国者 出南王之谋 前做事者 接南王也 北王为昌辉 贵平县荆田人士 此人在家 是初入衙门办事 是剑生出身 剑即临变之极 才足有 一王十答开 亦是贵平县白沙人士 家父读书 文武备族 天官丞相秦日昌 亦是贵平白沙人士 在家与人做公 并无世灭财情 忠永信义可有 故天王重信 启示教人拜上帝者 截十六人劝话 在家之时 并未惜有天王之事 每村每处 皆惜有洪先生而已 到处人人恭敬 是以数献之人 多有敬拜上帝者此也 自教人拜上帝之时 数年未见动静 自道光念七八年 一八四七至一八四八年 易住 之上下 广西贼道四起 扰乱城镇 各居户多有团练 团练与拜上帝之人 两有分别 拜上帝人 与拜上帝人 一伙 团练与团练一伙 各争自弃 各成自强 因而逼弃 其事之时 团练与拜上帝之人 同村亦友 一村逼一村 故而聚集 道光三十年 一八五零年 易住 十月 金田 花周 六川 博白 白沙 不约同日起义 此之天机变化多端 十不祥周 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 如同所有农民运动领袖的情况一样 有关天王的传说到处流传 要对此人有个清晰的印象 是极为困难的 据说他在第一次赶讨的途中 遇到一个算命先生 叫他不要为考试浪费时间 因为他注定是个大人物 他绝不可能获得常人的学位 他应该只靠自己 来完成使命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开始对自己的宿命深信不疑 他不再费神去努力影响事情的进程 他不会理解克伦威尔的那句座右鸣 相信上帝 同时让你的火药保持干燥 根据中国人在非官方历史书中 对太平天国运动起始的叙述 红秀全在考试落地之后 分析天下大事 发现满人的力量正在迅速衰退 官员腐败 毫无进取之心 普通百姓不得温饱 于是他萌生了推翻清朝统治 建立一个王朝的想法 他跟一个明教朱九筹的男人密切交往 此人组织了一个结社 明教上帝会表面上是宣传基督教的教义 实际上是为了复兴明朝 人们会产生联想 这个结社与传言由郭势力博士创立的中国会或许有什么关联 红秀全与朱九筹成了治交 而冯云山跟他们一起学习 朱九筹不久就去世了 会员们推举红秀全继承他的教主地位 当局封闻这个组织的存在 而且当时对基督教教义的宣传怀有敌意 派人缉拿红秀全 但是红秀全逃到了香港 他在香港跟一位英国传教士学习了一段日子 然后同冯云山一起前往广西 他们在彭化山待了一段时间 劝化了若干信徒 这时 红秀全在贵平镇的曾玉衡家里 得到一个教书的职位 他在贵平期间 为自己的事业招来了五个人 他们的才干 给这场运动带来最大的成功 是太平军得以扎根南京 红秀全得以登上王位 他们是杨秀卿 石达开 萧朝贵 秦日昌 和韦昌辉 这些人和冯云山一起 成为他最忠实的信徒 最早参与他那秘密的使命 红秀全经常进入昏迷状态 接受神奇的启示 他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视为超自然的存在 饥荒在广西发生 道抢随之四处风行 冯云山和杨秀卿 把红秀全的追随者组织成防盗民团 形成一支军事力量 并且为大业筹集资金 贵平之县对红秀全起了疑心 在1847年的某个日子 将他逮捕下狱 实施逮捕时搜出了十九本名册 上面登记了追随者的姓名 支县向巡抚建议 立即将红秀全正法 但巡抚是一位脾气温和 害怕暴力的高官 他下令释放红秀全 支县很不情愿地执行了命令 说这无异于放虎归山 运动开始更迅速 更公开地发展 下一年 一些三合会的头目 与败上帝会取得了联系 但他们大多不喜欢严格的纪律约束 失望而去 几名留下来参与运动的头目如下 洪大拳 后来以天德王文明 罗大纲和林凤祥 后者在1853年 把太平军的旗帜扛到了距离天津 只有四十里的地方 拜上帝会的会员们续起了长发 穿上明朝的服装 当局得到了警报 但还不愿让北京了解真正的形势 他们派出的部队 只是公文上的数字 根本无法有效的应对局面 到了1850年夏天 省政府开始把军队调集到离贵平县不远的平罗 拜上帝会 此时开始在津田洞园 这里是贵平县的一个村庄 他们在1850年7月再次公开与当局对抗 据说他们大约有一万人 但一万这个数字经常被用于统计造反者 往往有所夸大 不过 在与政府武装的一次交手中 他们取得了大捷 冠军惨败 于是在那年的八月份 这场农民运动第一次在北京的官方挂了号 广西巡抚被撤换 朝廷从广东和湖南派去了部队 1851年1月1日 拜上帝会在荆田大败官军 一名满人将领也在阵亡者之列 拜上帝会开始夺取城镇 正用他们需要的一切财物 他们的推进颇为自由 任何地方的官军都不是纪律严明的拜上帝会的对手 他们推进到东北方的巷州 与官军打了几仗 于1851年9月25日 进入永安 他们在永安正式组建政府 号称太平天国 洪秀全自封为天王 将杨秀卿封为东王 萧朝贵封为西王 冯云山封为南王 为昌辉封为北王 石达开封为翼王 洪大全封为天德王 最后的这个天德王 在上面引用过的李秀成字述中没有提及 他在太平天国的组织中 是一个神秘的人物 在运动的这一阶段 洪大全有可能在实际上 与洪秀全平起平坐 全力相等 在这场农民运动爆发以后的若干年内 人们认为 天德王和天王是同一个人 洪秀全 但是 有力的证据表明 天德王是洪秀全西收入组织的 大约是在他们 首次与当局发生真正的武力冲突的时候 他在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 改名洪大全 他的地位与洪秀全相等 或者仅在洪秀全之下 太平天国的组织完善 和目标定位 主要是他的功劳 盖勒利和伊万摘录了两名奉命招降太平军的政府官员 审讯天德王的官方报告 据这份报告记载 天德王曾对这两位官员说 他是明皇室的直系后裔 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的第十一代传人 他征集军队 是为了恢复祖先的大统 我们找不到任何有关洪秀全声称自己是明皇室后裔的记载 尽管他偏爱长发和明朝服饰 官军很快就包围了永安的太平军 有一段时间太平军的处境十分危险 李秀成后来回忆说 他们在永安无法获得军火 只能靠从官军那里缴获的攻击维持下去 1852年4月6日 他们向围城的官军发起决定性的攻击突围而去 官军被击溃以后 尽管还在跟追 但被再次击败 四月底 太平军包围了广西省会桂林 不过 为了冲出永安 太平军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担任后卫指挥的天德王洪大权被官军俘获 他和太平军之间被分割时的情况 令人怀疑他是被故意抛弃的 这是几个太平军领导在实施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 他在严密的看守之下 被押送到北京 在那里被处死 在行刑之前 他做了招供 他说 他其实并不姓洪 他和洪秀全在太平天国组织中是平级的 他并不同情这些太平军的宗教诉求 但他看重其赢得和保有追随者的号召力 因此跟他们站在一起 他一直是太平军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 他对天王缺乏政治远见 求助于魔术以及他淫逆的习惯非常担忧 他曾希望天王垮台 以便自己能够成为唯一的领袖 看来拜上帝会的原核心人物怀疑他的企图 非常巧妙的把他铲除了 后来他们隐瞒了洪大拳 与这个运动早期关联的所有事实 根据天德王的招供 太平军在撤离永安时 集结了1.2万名武装人员 加上随军家属 总人数可能在4万到5万之间 他们在桂林城下驻扎了一个月 尽最大的努力工程 他们的装备无法摧垮城墙 到了5月底 他们放弃了努力 向北挺进湖南 他们在桂林夺取了江上的所有船只 乘船通过与湖南湘江的源头相连的骨河渠 他们打算乘船沿江而下 直抵长沙 湖南当局已经调集江中原指挥的军力保卫边界 而江中原在靠近湘江流入湖南之处的缩一渡射杖拦截 1852年6月初 企图顺流直下长沙的太平军 遭遇了埋伏在湘江两岸的官军 同时遇到了横跨江面的栅栏 他们战斗了两天两夜 企图突破防线 继续前进 但是他们失败了 损失惨重 包括失去所有的船只 太平军最大的损失 是南王冯云山的永别 此人自海提时代 就是洪秀全的伙伴 他是这场运动最早的组织者 他智慧超凡 目光远大 而且是第一批王爷中最忠心的一位 缩一渡的挫败 是这支太平军在野战中遭遇的第一次大败 太平军失去船只之后 只好放弃顺流直下长沙的计划 转而东进湘南 他们攻下了道州 永明 江华和称州 后者位于湖南和广东之间的南北大通道上 据说在湘南的这些地区 他们新招了大约五万人 天王暂时坐镇称州 而西王萧朝贵跟林凤祥一起 带着一支精兵迅速北进 直指长沙 打算靠齐席来夺取这座城市 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 当他们在1852年9月10日出现在长沙南城墙外面时 由于来得太突兀 他们在城门关闭前差一点杀进了城里 但是太平军武将东南角城墙的塔楼荡成了南门 这个失误挽救了长沙城 这一点点拖延的结果是 给了当局调人守卫城门的时间 在随后的交战中 西王萧朝贵阵亡 他是太平天国第一批王爷中最有才干的战斗指挥员 而且是一位严格的纪律训练者 指挥着太平军中一个以斯巴达士的纪律来约束的团体 天王听到萧朝贵的死讯 立刻从称州出发 率领全军逼进长沙 他们在湘南收集了不少军用物资 发誓要夺取湖南复数的大都会 当时的中国人似乎一般都不会采取 将一座城市围得水泄不通的战术 太平军也未曾将长沙的北面为死 也许这对守军有一种精神作用 因为这样一来 他们就有了逃跑的机会 然而 长沙的保卫者们 丝毫无异于放弃城市 他们以不小的勇气来捍卫城防 太平军在城墙下埋射地雷 于11月10日炸开一个缺口 但是守军迅速将它堵合 并且击退了太平军 11月13日 太平军再次炸裂城墙 还是没有达到目的 最后一次 在11月29日 他们埋射炸药 在南城墙上炸开一个长达巴掌的缺口 再次猛裂攻城 攻击部队再次被堵回 守军堵合了裂口 太平军现在意识到 自己处境危险 广西开来的官军和江中原的部队一起 在某种意义上包围了围城的太平军 切断了他们的粮草供应 太平军粮食紧缺 1852年11月30日 太平军撤围向西北方洞庭湖边的一阳推进 他们打算前往常德 以便在湖南西北部建国 可是他们在一阳找到了几千只船 于是决定乘船顺流而下 在长沙遭到围攻时 左宗棠进入了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事件链 上面说过 早在这场暴风雨袭击湖南的两年前 他就感到情势日益凶险 在山间为他的家庭找了一个避难所 当太平军打到湘南时 他举家迁到了这个隐秘的处所 准备静观事态发展 朝廷将张亮基从云南调任湖南巡抚 左宗棠的知友胡林毅正在贵州围观 写信给张亮基推荐左宗棠 说这个人对他在湖南的 差事会有最大的帮助 张亮基正在前往湖南的途中 写信给左宗棠 请他到常德意见 左宗棠拒绝了邀请 不久 张亮基抵达长沙 太平军已经包围了这座城市 张亮基再次写信给左宗棠 左宗棠和家人躲在大山深处 收到第二封邀请函 决定应邀出山 他在1852年10月8日夜间到达长沙北城墙下 爬着梯子登上城墙 进入长沙 巡抚把他安排在衙门里 当军事顾问 他立刻开始工作 在被围的剩余日子里 特别是在太平军于十一月发起的轰城墙宫中 他表现出能力 冷静和勇气 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据说他在围城中很少睡眠 不断巡视城防 观察防卫部署的每个细节 不过 他没有司令权 没有权威 他所能做的 就是观察 指正和建议 长沙解围后 太平军决定顺江流而下 这是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 如果我们相信当事人之一李秀成的说法 那么这场农民运动的计划 在这里首次显示出明显的优柔寡断 如上所述 他们打算去常德建国 但是在易阳发现了大量船只 天王显然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预兆 于是决定沿着长江走下去 在1847年到1852年期间 天王的组织已经完善 许多服从纪律的官兵已被彻底洗脑 在1851年的最后一个月 可以说 这场运动 已经从一场暴动 发展为一场羽翼丰满的农民运动 一个大致的国家政权已经建立 放弃立足于广西向外发展的意图 决定向北挺竞争战 是一个关键的转折 广西是一个穷省 放弃广西无疑是因为考虑到进入财富和人口中心的必要性 李秀成说 当他们离开永安时 计划进入广东 如果情况属实 那么这肯定是天德王红大权的主张 从许多方面来看 这是一个更合理的方案 天德王被捕后 计划就改变了 这表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和他作对 而这一变更是掌控权势的必要表达 有力的证据表明 运动组织的规划主要出自冯云山和红大权之手 太平军在4月6日失去了红大权 又于7月初旬失去了冯云山 再于9月10日失去了他们最有能力的部队指挥官 萧朝贵 这些损失是最为严重的 即便在湖南补充5万人的新鲜血液 也无法弥补三位杰出领导人的缺失 这份损失再也没能弥补 他们的趣事明确地标志着 这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